证明 妹妹 妹妹 救救我 谢阎婉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喊我妹妹 二小姐 我想让你救救我 我不想死 八年前 你勾引太子氏 我便已经留了你一命 可你非但不知悔改 反而还妄图让太子封你为良缘 如今还有脸来求我救你 谢阎婉 你个女娘 还真不愧是母女啊 她勾引爹爹 你勾引太子 今日 我就替天行道 灭了你这个狐狸精 方才 你们可都看见了 奴婢们没有看见 不 你们看见了 大小姐贪玩 不神落入水中 变寻不见 生死不明 明白了吗 是 从此之后啊 世上再无谢阎婉 我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女 太子哥哥 也只能是我一个人 啊 果然是最多夫人心 谁在那里啊 啊 糟了 嫌婉啊 阎婉 你啊是不是有病啊 什么脱身的法子不好用 偏偏要淹死这个笨法子 现在好吧 刚做了半年的人又变成骨魂野鬼了 真是个笨丫头 你 可曾看到一个身材鲜弱的男人吗 不曾见过 大夜里的 不知道宵禁吧 抬起头来 你们要做什么 美人别害羞啊 看你这风情万种的样子 真是勾魂啊 小丫头 莫怕 这天气忒寒冷 哥们儿帮你暖暖身子 哼 这么怂包还敢出来耍横 小丫头 识相的话最好快放了我们 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不巧 我平生最不爱吃果子 倒是你嘛 虽说身上带着禽兽味 不过喂狗的话 应该还是不会被嫌弃的 你敢 你最好打听清楚 红莲教的人可不是这么好惹的 谢阎婉吃笑一声 刚想说话 余光便见一批举着火把之人正从不远处跑来 看他衣着打扮 显而易见还是红莲教的人 不是吧 这么惨 谢阎婉估算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直到以眼下的状态再打不过他们 啊 红莲教的杂碎们 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弟兄们 杀了他 教主重重有赏 一群废物点心 也想杀了本座 男人的声音响起之时 便听得惨叫连连 混合着刀剑相接之声 谢阎婉顿时将菜矿掀开 趁着众人不注意之时 朝着反方向发足狂奔 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啊 房门大场 有三四个家丁装扮的男人衣衫不整 而被他们挤到墙角上下起手 一脸恍然哭泣的则是一个相貌标致的小丫鬟 谢阎婉一双毛子煞事充盈了血色 他再忍不住 猛地从墙上一跃而下 小姐 你快走 咱们走 你当这尚书府是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谢夫人 我若是你便顺水推舟 然后这尚书府里再无碍眼之人 你的日子岂不是痛快 阎婉 母亲一向视你为亲生 你怎能这般含了母亲的心 况且 你身为尚书府的嫡长女 身份是何等的尊贵 怎能为了两个刁奴葬送了前程 将这两个祸乱主子的刁奴拿下 仗毙 她话音一落 那些家丁立刻一拥而上 直直地冲着谢阎婉三人而来 谢夫人何必赶尽杀局 小姐 你别管我们了 你快走啊 阎婉 你若是不再袒护这两个刁奴 母亲可以既往不咎 被车 放我们走 谢阎婉 你这是大不敬 反正我见你一条 大不了咱们回去路上一起作伴 还愣着做什么 背马去 王二小姐 当心 谢阎婉还未反应过来 便见奶娘从马车上摔下来 而她的前胸上插着一只锐利无比的剑 谢琳琅站在门内 正保持着张公的姿势 马车到底还是到了极限 任凭谢阎婉如何抽打 她都在原地打转喷着气 大小姐 奉劝你一句 老老实实跟我们回去 否则的话 咱们可就不客气了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怎么不客气 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小姑娘 还真不害臊 谢阎婉瞬间便瞪大了毛子 这男人赫然是先前在小巷子里杀人的那位呀 谢阎婉再不敢看 慌慌地将头转了过去 小子 我告诉你 十项的快滚 忽然惹恼了我们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滚 你让谁滚呢 小白脸啊 小子 我们可是上书府的人 你要包庇他 可要想要我 本座向来不惧怕威胁 兄弟们 咱们一起上 古早 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小心后面 剑锋妻子顺着她的方向回眸 谢阎婉顿时抓住机会 拔腿就朝着马车跑去 然而下一刻 她的身子便僵在了原地 你若再走一步 就可以免费体验下腰斩的感觉了 我救了你 你却连生谢都没有 小丫头 你好生绝情啊 大恩大德 小女子敢见不见 小丫头年纪不大 变脸倒是学得挺老练的 可惜啊 本座不吃这一套 谢阎婉靠近的时候 她甚至可以清晰地闻到那股悠悠的蓝香 下一刻 男人灯时变色 谢阎婉弯弯唇一笑 脚下就那么出其不意地踹上了男人的胯下 也没有预想中男人的惨叫 因为她踹到的地方空空如也 谢阎婉猛地占红了脸 你是姑娘 本将仇报的小丫头 信不信本座杀了你 本座哪里 她的话未说完 忽然见那堆残枝断壁竟然动了一动 那 那里 加 加湿了 你的账 待会儿再算 男人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撩下这句话 抬脚走向那堆残枝断壁中 本座知道你没死 起来 大爷饶命 好汉饶命啊 回去告诉谢逍遥那个老匹夫 本座不介意替他清理砸碎 可是 弄脏了本座最心爱的衣服 小的这就去 这就去 敢问好汉 您是何放高人 凤妻旨 凤妻旨 因救过皇上一命 破格入皇室府 加封九千岁 这些年皇帝沉迷长生之数 朝中大多是都由凤妻旨代为抉择 可谓是西楚国最有权势的男人 我给恩人宁赔礼道歉 对不起 像您这种大人物 一向都是不拒小截的 想来这点小事 你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对吧 哼 不巧 本座一向小气 平生最喜欢牙字必报 小丫头 方才本座救你 你却恩将仇报 这事儿 你说本座要怎么讨回来的好呢 一人坐是一人当 刚才是我偷袭你在先的 要杀妖怪 西丁尊敬 谢丫婉顺着她的目光望去 不是吧 你这儿跑他们祖坟啊 谢丫婉话音未落 就见凤妻旨突然亮枪了一下 整个人更是喷出一口鲜血来 谢丫婉下意识地接住了她下路的身体 喂 小姐 大哥 你可别吓我呀 凤妻指的喘息猛然粗重起来 她像是强撑了许久之后的爆发 救我 眼瞅着那群人离自己逐渐接近 谢丫婉将她扶上马车 你坐好了 我带你走 谢丫婉从马车上挪下来 不想得刚掀开车帘就被人紧紧地扼住脖子 冷立着声音道 哪来的杂碎 凭你也想害本作吗 谢丫婉冷不防地被掐住了脖子 原先就有些虚脱的身体 直接便朝着凤妻指摔了过去 两人的双唇好巧不巧地就这么 柔软的触感加上女子身体的幽香 让凤妻指身上的温度再次升高 流氓 然而她并未得到回应 谢丫婉吃了个哑巴亏 提醒自己 不能跟病人计较 认命地将仍旧昏迷的二人扶进了房内 这院子是她跟奶娘和巧碎三人的所有积蓄买下来的 巧碎 你感觉怎么样了 小姐 我娘 你放心 奶娘的债 我一定会逃回来 凤妻指发烧了 巧碎 你在家里照顾她 我出门买药 小姐 你千万小心啊 这个家奴还真是不知足 尚书府那么好的地方 咱们想挤进去做工都没机会 这人倒好 竟然卷着财物逃跑了 可不是 要不说这个人是自寻死路的 那谢尚书什么人 如今全城戒严 连巡防营都出动了 那告示上画着的赫然就是她跟巧碎的画像 让开 都让开 谢尔婉下意识抬头 刹时看到有几个官兵正将一个血肉模糊的富人吊上了城楼 竟是奶娘张事 谢尔婉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 她从腰间抽出匕首来 直直地便朝着那群官兵冲了过去 下一刻 谢尔婉的手便被一股大力拽了回来 你是谁啊 凭什么拦着我 想送死 你不是发烧了吗 你怎么出来了 即便是死 我也要将奶娘的尸首给抢回来 好啊 去啊 刚好本座没见过人被射成刺猬是什么模样 谢尔婉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 这才发现 那周围竟然散布了数十名的弓箭手 难不成 我就这样不管奶娘了吗 不甘心 那你就去啊 跟那老太婆陪葬 那我现在怎么办 回去 属心城中通缉我们 巧遂 你收拾收拾 寻个机会 我把你送出城去 小姐 要走 咱们就一起走 你放心吧 我自有分寸 那些人位高群众 都是欲擒吃人不吐骨头的狼 咱们斗不过他们的 既然这世道善恶不分 那我便立个是非去之 没有路 我便踩出一条路 说得好啊 本座就喜欢看你们这种不自量力的人 撞个头破血流 或者 你可以求求本座 说不定我心情好了 还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不要您操心 我这儿妙小 还请您自便 牙牵嘴利的小丫头 一只通体乌黑的鸟随之飞进来 凤击指自那鸟腿上 解下一只锦囊来 这般盯着本座的鸟 难不成你看上它了 谁盯你的鸟了 再说 你一个太监修吗 丫头 同本座 误会互利如何 你想让我做什么 你若有本事回到谢家 本座再告诉你 成交 哎呀 哼 你这般乖巧 那本座就先把你收点利息好了 这利息 怎么个说法 凤击指 却只露了一个高深莫测的效益 将写好的纸条 系在黑鸟的腿上 轻和一声 雪墨 去 夜半 子时 浅沙窗上忽然出现了一抹人影 鬼 鬼呀 来人 快来人 小妮 你忘了我当年的誓言了吗 你谋害我的女儿 薛宿锦化作厉鬼也要杀了你 来人 快来人 救命啊 主子 主子 您怎么了 李嬷嬷 有鬼 是雪宿锦 他回来了 你们都退下 管好自己的耳朵 主子 别怕 您是被梦掩着了 不是做梦 是真的有鬼 此刻 房内的二人却浑然不知 那香坎里头 正悄然无息的被弹进去一粒药丸 萧念睡得并不安稳 梦里的她仿佛被一股香味牵引着 郡主 谢夫人生了一个千斤 她算什么谢夫人 一个不正实的女儿 也配合本郡主抢男人吗 薛宿锦 带着你生的孽种下地狱去吧 谢家正气的位置 只能我来做 郡主 这 这个小丫头还没被淹死呢 把这个剑种捞出来 上我来 不料她话音未落 竟然看到床上已然死去的薛宿锦 再次坐直了身子 一把便掐住了萧念的脖子 萧念 你说敢谋害我 我薛宿锦化作厉鬼 也要找你复仇 话音落下 薛宿锦蹊蹺流血 暴毙而亡 走开 我告诉你 我不怕你啊 救命 妈妈救我 我说你这药丸还挺管用的嘛 本作的曼陀罗花可是世上难寻 一向是千金不换的 今日你一次用了本作两颗 要怎么回报我呀 多少钱 尽管开价 反正我没钱 债多了不愁 昨儿晚上她为了演好这场戏 已经被凤七指敲诈勒索的 写了上千两银子的借条了 不妨 钱债肉成 本作也不介意 您 有吗 一个太子还想让我肉成 我处 本作只是缺个洗脚丫头 走吧 李嬷嬷 要不然 咱们给夫人请个道士来吧 道士 道士能捉鬼吗 能的 那还愣着做什么 全程寻道士 我一定要让那个贱人 魂飞魄散 这位道长 您若是能将那贱人的魂魄除去 要什么 我给您什么 啊 夫人 莫要着急 贫道 尽力而为 且待我 掐算一番 就是这里了 夫人 这里 可曾死过一个妇人呢 道长 正是这里 全靠您了 徒儿 替维师 摆出法器 是 师傅 凤妻指的眉头一挑 似笑非笑的望了一眼 泻眼碗 急急如律令 下一刻 而桌岸上摆放整齐的黄纸上 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流腾出了一大片的血迹 血债 血肠 肖念离的最近 道长 救我 夫人 这鬼魂 着实厉害得很啊 贫道 有些无能为力啊 道长 救救你了 救救我吧 师傅 您就救救他吧 这位谢夫人看起来怪可怜的 哎 罢了罢了 就再帮帮你吧 贫道 同那厉鬼商议一番 看看能否跟他谈条件 多谢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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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夫人 若早知道事情经过 贫道定然不会来的 这厉鬼已然说了前因后果 此事乃是因果报应 你当初既然应承了他 却为何要毁了誓言呢 道长 我知错了 可有破解之法 如他所愿 愿魂自散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男人 好生送道长离开 难不成 我真要叫那个小剑人接回来吗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 嘘 看戏 血液碗顺着看下去 顿时便脸红心跳 想不到你居然喜欢偷看人行房啊 真不要脸 老爷 夫人来了 让他进来吧 老爷 这就是你所谓的公事吗 夫人 这个时候过来 有何要事啊 没事 我就不能来了吗 还愣着做什么 滚出去 老爷 难不成 真要将那剑人接回来吗 人是你杀的 寻方营赶尽杀局的命令 也是你传的 你如今 才知道来问我 她一个小丫头 能翻出什么浪来啊 你当初做什么 我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过是想着 你是家中主母 应该给你这个体面 却不想 你身为主母 竟如此没有容忍之量 谢逍遥 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 这些年 你大大小小的歌舞机器 纳了多少 无何曾提过半点意见 况且 当初那虚素锦的死 你敢说与你一点关系没有吗 我懒得跟你计较 谢逍遥 你可别忘了 自己当初是怎么发迹的 婉儿来给母亲请安 你来了 可曾用过早膳了 回母亲 已经吃过了 你既然回来了 之前的事情 母亲念你年纪小 便既往不咎了 以后切莫再糊涂了 明白吗 婉儿记住了 我不吃了 看到这个小贱人 就没有胃口 母亲 您就真的能看着 她在眼前晃悠吗 不着急 表辰大师 还有粤鱼才能回京 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 就再多留她几天又有何妨 站住 二妹妹喊我 呸 谢阎婉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做我姐姐 被县主告诉你 既然回来了 你就给我老实一点 若是再让我 发现你勾引太子哥哥 我不介意 再送你去一趟黄泉 原来 你这么喜欢太子啊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地勾引她 你爱一样 我便抢一样 先生 想打我 只要看你拥有这个本事 你敢伤我 我要了您的命 谢阎婉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 她等的就是此刻 鞭子带出的灵力力道 朝着谢阎婉袭来 而她却不闪不闭 然而预料中的疼痛并未来临 谢阎的县主好大的威风 对家中的长姐 也是这般要打要杀的吗 太子哥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先生 你竟然敢让太子哥哥为你挡鞭子 还真是将我说的话 当成耳旁风了吗 住口 你还嫌闹得不大吗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快穿服衣啊 往日里指之谢阎嫡长女 在家中不受伤 今日一见 竟是连个下人都不如 谢上说 谢阎的家风 可真是让本宫开眼 太子恕罪啊 老臣定当严惩此事 反而 将二小姐带回房中 没我的命令 不准踏出半步 谢小姐 你没事吧 无妨 多谢太子 都是臣女不好 还请太子殿下恕罪 你何罪之有 即便是请罪 也无需你来 这是怎么了 母亲 你又为我做主啊 太子也来了呀 见过姑母 婉儿 你是长姐 你请说说 这是怎么了 可是又吵嘴了吗 母亲息怒 婉儿不知何处惹到妹妹了 竟让她大顿肝火 我身为长姐 让人们们是应该的 只是不想去连累了太子 你要不要脸 方才分明是你 先拧断了我的左臂再掀 我这才还手的 你小小年纪 为何下手如此狠毒 父亲民情 女儿没有 既然如此 那就让府爷来查验吧 林郎 若是你说谎 污蔑你姐姐 我可不饶你 既然是要公道 那还是太医更可靠一些 太子这话 是什么意思 自然是依着姑母的意思 求个公道 回太子 县主并无大碍 不可能 血淫婉 分明将我胳膊扭断了 那么疼 怎么会没事呢 你这个用意 县主若是信不过未成 大可找旁人来看 太医莫要生气 是小女莽撞呢 你血寒入体 加之思虑过度 体内更有淤血堆积 如今树病累积下来 幸亏发现得早 否则此生病体缠身 且再难受遇 这太医是太子请来的 应该能奉弃着这次 没关系才对 他眼下 这什么意思啊 分明身体不是的是我 为什么是他 母亲 女儿没有说谎 真的是血淫婉的 够了 这才刚刚开始呢 血淋郎 咱们慢慢情思 那人怕是已经知道了 你这些时日当心些 是 老臣明白 本宫听说你前些时日得罪了他 是老臣管家无方 被这烟狗抓住了把柄 送了一万两黄金 才了事啊 殷钱倒也是其次 你留心别被他抓到致命的把柄便好 老二打了个圣掌 后日回京 父皇必定大摆宴席 即使 你将俯社的女眷都带去吧 呃 殿下说的 可是老臣的长女 东宫里 也该添人了 太子放心 老臣知道该怎么做 本座倒是没看出来 你还会这一手 千岁爷大驾光临 可有什么要事 还真是个无情的小丫头呢 怎么 本座才帮你回了谢家 你就预备不认账了 奇感奇感 不知您近日前来 是有什么事要吩咐小达 嗯 借宿 借宿 成 而他答应的成果 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凤七指霸占了自己的床 看上本座了 哎 哎 千岁爷 有没有人告诉过您 自恋是一种病啊 无妨 心悦本座的人太多了 本座不介意多你一个 反正你生得这样丑陋 本座也是看不上你的 你这房子风水不好 招耗子 才是厚子 你全家都是厚子 谢阎婉打听主意 决定不再搭理凤七指 否则他迟早会被这丝给气死的 第二日晨起时 凤七指已然不见了 只是他昨夜的话还犹言在耳 主子 现在不是跟老爷置气的时候 你们夫妻总会是一荣俱荣 至于谢阎婉 老爷不是说下午要给他添着衣服吗 嬷嬷 你想到什么法子 主子 您听我说 不成 这样太危险了 如果连累你怎么办 猪子放心 老奴不会有事的 大小姐 咱们快走吧 这次李默默再不敢靠近谢阎婉了 只是在出门时 她的手微不可查地移动 仿佛在跟人发暗号 谢阎婉看在眼中 心中冷笑一声 壮弱不知地随着李默默一起出去 初时还无异状 二人仿佛真的是来挑选衣物的 挨夹挨户地转着那些成衣铺 可是越走 谢阎婉便发现不对了 大小姐 小心 她话随时这样说 可是手却是猛地推了谢阎婉一把 啊 嬷嬷 婉儿好怕 马蹄恰好在此时落下 重重地踩踏到了李嬷嬷的身上 嬷嬷 你没事吧 别吓唬婉儿 可怜的李嬷嬷呀 本就被马踩踏地去了半条命 如今又被谢阎婉这般剧烈的晃动之下 却是彻底地把头一歪晕了过去 嬷嬷 你果然还是昏迷的时候 看着才最深 贱人 说 你今日到底对李嬷嬷做了什么 今日我们外出采买 长节之上遇到有人纵马 嬷嬷是为了救我 才 男人 将大小姐带到佛堂 去为李嬷嬷祈福 嬷嬷一日不醒 她便好生跪着反省去 一个下人而已 为主子挡伤 是她的福分 李嬷嬷到底是府上的老人 为主子挡伤 又是大功一件 若是阎婉任何表示都没有 怕是会寒了府上人的心 就让她在房间内朝佛经吧 如此也好 残月如沟 悬在泼墨的夜色之中 谢阎婉坐在床边盛着塞 有些警惕地盯着那一扇小小的窗 不想等到了现在 凤击只能死也没来 但愿这妖妮真能老老实实的 别再来打扰我睡觉了 不想她方退下了鞋子 便听到床边响起了一阵特殊的声音 蛇 我说千岁爷 您可是真够无聊 后面的话 谢年晚顿时吞没在了腹中 这条蛇有剧毒不对 这绝不是凤击指的恶作剧 谢将晚一手抓住了蛇的七寸 一手将窗户悄然推开了一条缝 原来是刘盈啊 这条蛇就想笑了我的命 谢铃郎你可真让我看不起 她只是眼眸一转 拿出一个小巧的茧子 便将那蛇的獠牙给拔了下来 求你演一出戏可好 哎呀 真是个心狠手辣的小丫头呢 瞅瞅这小可怜 邓真是叫人心疼得紧啊 我说千岁爷 您一向都是这么不请自来的吗 旁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 凭你这小丫头不识券 是吗 那就劳烦千岁爷您出门左转不送 找那些求这个福分的人可好 凤击只吃了一声 从房梁上跳下来 刚好站在她的眼前 千岁爷 自咒 哼 你这没心干的小丫头 放心 本座对你没兴趣 臣女有自治之名 昨夜一宿介宿 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今夜你休想再结束 也休想再让我睡染它 你确定不后悔 这房钱够不够啊 谢谢千岁爷少 千岁爷 怎么想到这时候过来了 刚处置了一批惹人厌的杂碎 来你这里讨个清静 解宴碗顿时便蹬大了眼睛 那杯子是她刚才用过的 而这丝仿佛有毒式的 喝下去的位置正是自己先前饮过的地方 我去忙了 眼见的这丫头落荒而逃 凤击只将茶杯捧在手上 右手则磨缩着自己方才饮水之处 那里有一处淡粉色的痕迹 赫然是解宴碗唇上的口汁 什么声音 救命啊 来人啊 县主 这是奴婢送到大小姐房中的那条 怎么会在这里 没用的存货 父亲母亲 出什么事了 王二 快回房去 这里危险 血淹碗 都是你这个借害的我 你竟然如此怠毒 父亲小心 丫头 你都还愣着做什么 去传太医 老爷 你要去哪 黎王受到了惊吓 你这个做父亲呢 就不闻不问吗 不是有父亲和你吗 父亲啊 万儿的情况怎么样 老爷请放心 大小姐虽然被蛇咬 万先的是 那蛇并非剧毒无解 还可以救治回来 那就好 那就好 瞧瞧这我见游莲的模样 真是可惜了这一双招子 怎么时时刻刻都在憋着坏呢 千岁爷过千了 咱们彼此彼此 我说千岁爷 您这梁上君子当得过瘾吗 嗯 甚是过瘾 那 看戏的感觉怎么样 甚好 说起来 还有一事 烦请千岁爷解惑 说来听听 气息要说 让我后日跟着一起进宫赴宴 按说太子于事于貌 都应该选择谢琳郎才对啊 自然是因为萧家 啊 看来 谢萧的野心的确不小 这么说来 这事倒是大有文章可做 小丫头 你还真是毒辣得很呢 方才本作可是看见你那位父亲 对你是关爱有加的 你忍心拖他下水吗 哼 有何不然 怎么 您这是要对本作投怀送抱吗 凤七指 你无耻 这床是我的 你昨天晚上就已经霸占了一宿了 姐也休想让我再睡软他 有本事 你便来抢啊 打得过本作 便让给你 打就打 我怕你不成 谢言婉腻了他一眼 他的手还未触碰到他 凤七指已然翻身去了床内 随意伸出一只手 便止住了谢言婉的招式 果真是偷怀送抱 小丫头 你好不进去呢 现在 这床是我的了 数软踏去 想不到你竟然这般即可 连本作这个太监 都想勾搭一番 也罢 本作心善 便牺牲自己 满足你的心愿吧 眼见的凤七指 竟然真的朝着床上躺了过来 谢言婉大惊失色 煞时便想要躲开 然而为时已晚 你 你无耻 承蒙夸奖 虽说本作是个太监 可是宫里好玩的玩意儿 倒是见识了不少 当太监还真是委屈你了 不委屈 本作会让你体会到其中的乐趣的 说这话时 他的手则向下叹去 拽上了谢言婉腰间的带子 谢言婉双毛瞪大 猛地抬头 照着凤七指的胳膊便咬了过去 你这丫头 属狗的吗 你再敢回来 我就会让你知道 我费蛋输果我还是个鼠毒蛇的 就凭你 千岁要是不信 尽管试试 我说小丫头 你可是头一个敢咬本作的人 不怕本作报复你吗 随便你 皇上 时辰不早了 咱们开宴吧 再等一等吧 还有一人没来呢 可是 让满朝文武等他一人 微臣来迟 还望悟皇恕罪 贤弟你来的正是时候 怎么会迟了呢 快快请起 这位是谁 这是我谢家的嫡长女 谢阎婉 郡主莫不是年纪大了 眼睛不好使 耳朵也不好用了吗 本作说的是她 这位是安平的女儿 小名叫林郎 她这静敏的封号 还是朕给的呢 啊 静敏县主 扒了她的衣服 丢到外面的湖里喂鱼去 凤七指 你凭什么动本剧主的女儿 就凭 她穿的骚 谢阎婉顿时将头低了下去 遮掩住了那一抹忍不住的笑意 这乱起来骚包 谁比得过她凤七指啊 凤七指 你不要太猖狂了 皇上还在呢 如何轮得到你做主 皇上 不可吗 安平 你也该好好管教一下女儿 一个小姑娘穿得这么奢侈做什么 拖出去拖出去 皇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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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阎婉唇唇角笑意扩大 却猛然感受到某个地方的注视 她抬起头来 就见凤七指细血的眼神落在自己的身上 谢阎婉的心情极好 一手抚了抚头发 冲着后者露出了一抹妩媚的笑容 谢阎婉的心情好了 见凤七指偷瞄自己的时候 悄无声息地敬了她一杯 今儿这事儿老妖孽可是头功呢 凤七指的眼眸内顿时多了几分笑意 她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皇上 今日这宴会 有酒岂能无悦 贤帝意欲何为啊 啊 既然来了这么多的京城贵女 不如就让她们展示一番吧 皇上以为如何 既然贤帝这般说 那便准了吧 不知九千岁 忠义哪位世家贵女助兴呢 让她 婉儿 被九千岁点到名字 是你的荣幸 别扭捏了 去吧 九千岁 这样不妥吧 毕竟爹爹并非百官之手 就算是展示才艺 也应该从高位高的世家开始吧 谢家丫头说得不错 今日 一则是庆宫宴 二则 贵女们平时难得聚在一起 不过 既然九千岁止名了 那就由你先来吧 娘娘开口 臣你确知不恭 只是 严婉才说学浅 还望海寒 得了皇帝和皇后 孝着的保证之后 便有工人送来了古琴 谢严婉端坐之后 顿时微一皱眉 这古琴是有了 可工人却并没有给他拿指头 此时殿内的众人 再不负先前的调笑和轻视 就连二皇子的目光也被他吸引了过去 一脸震惊地看向正中的谢严婉 谢家丫头 你弹奏的这首曲子叫什么 回皇上 此语名为百战绝 我西楚 得如此明君 必有西楚河山 西楚百姓既不是从包 敌国敢犯 百战何妨 万死不惧 定叫他们有来无回 哈哈哈哈 好 好一个百战何妨 万死不惧呀 谢家的丫头 倒也不全是糊涂人 让皇上这般高兴 不如嘉奖一番如何 依你之见 应该嘉奖什么的好啊 就嘉奖一个县主好了 这不妥吧 谢家不能出两个县主啊 那就去掉一个呀 反正品行这般差 做了县主也是丢人 皇上 万万不可 雷良乃是得您亲风 若是今日去掉他的封号 以后让他怎么做人 原来在安平郡主这里 静敏县主的面子 竟比皇帝的决策还重要了 就这么定了 萧念还想再说话 却被谢逍遥一把拉住 微臣 谢主龙恩 还眼睛闹得不够大吗 一切恢复再说 谢严婉有些发热 趁着众人不注意 起身便朝着外头走去 待得到了无人之处 谢严婉才摊开了手心 只见那原本白嫩如玉的手掌上 此刻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血痕 呲牙咧嘴地预备着水源洗手 不想他只顾着看手掌 却并没有留意 迎面走过了一个男人 直到撞上了一堵肉墙 对不住对不住 你没事吧 是你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对不住啊 我方才没有留意 等等 方才谢小姐所谈的曲子 可否给本将抄写一番 自然是可以的 多谢 本将名换吴宇生 乃是二皇子帐下的左将军 谢小姐腾证好的时候 可以送到承熙杨柳杰的五府 这个想来你用得上 他打开瓶子 是上好的药膏 想要道谢 却见对方已然走远了 谢严婉将药瓶揣到兜里 却并没有打算用 这伤口他留着还有用处呢 将他给我拖下去 何时轮到你来动我 他说完这话 镜子从马车上跳下来 冷眼看着满眼杀意的萧念道 母亲这是何意 呸 你也配做本郡主的女儿吗 谢严婉 你今日在宫中 丢尽了谢家的脸面 今日本郡主 就要替谢家 清理了你这个祸害 来人 将他给我绑起来 仗则一百板子 刚好 我也嫌你葬了这两个字 谢夫人 动手 看谁敢 皇上可是接下来 才封了我为县主 你若是杖杀了我 不怕皇上怪罪吗 一个县主的身份 本郡主还真看不在眼里 谢严婉 今日杀了你这个小贱人 明日 我便去宫中请遂 我乃是大掌公主之女 皇上纵然生气 也不会将我如何 给我拦住她 杖杀这个小贱人 就凭你们 谁想杖杀我 想不到表姑母竟然这般毒辣心肠 看来本宫也该跟父皇好好说的说的了 见到来人 谢严婉思是再也支撑不住 整个人便如同枯叶一般的软了下去 她被拥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婉儿 婉儿 你没事吧 多谢太子 太子 这是我谢家的事情 你若无事 还是早些回你的东宫吧 我若说不呢 谢严婉本宫是保定了 谢夫人若是不满 尽管找父亲理论去 说完这话 抱起谢严婉便朝着她的院子走去 你今日怎的想到向本宫求助呢 因为婉儿是在乌鲁克走了 简庄 上官汉也再忍不住 一把将她抱在怀中轻声道 婉儿 你不会走投无路的 你还有本宫 太子 你别 别这样 今日承蒙太子相求 夜晚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 那你要如何感激本宫 这 婉儿 你这般新日本宫 本宫自然不会让你失望 这辈子都会好生忽悠着你 你好好歇着 本宫改日再来看你 本宫要取谢严婉 为太子正非 太子 这样不妥怕 本宫心意已决 这次回宫之后 便去向父皇母后商讨此事 这事就这么定了 老臣遵旨 在婉儿过门之前 他的安慰就交给尚书大人 请殿下放心 老臣定当尽心竭力 老爷 巡方营失踪的那批人 找到了 这是什么 太子 此地无悔 您还是不要看为好 莫非这就是 丢失的一对人 谢大人 若是本宫现在想收手 还来得及吗 殿下 您现在想要收手 已经晚了 且不说 咱们怂恿吴海 给凤七尺 下毒后 又给红莲教 通风报信 但说这巡方营 联合围剿他未果 那凤七尺 就不会放过我们 既然没有退落 那咱们就拼命往前趟了 本宫就不惜还斗不过他一个烟狗 哎 哎 谢银碗 你在这房间里头放了什么东西啊 自然是好东西 莫不是千岁爷不喜欢 那下次 趁你再换一种迎接你啊 凤七尺心头带着几分火气 他走上前 一把捏住谢银碗精巧的下巴 若是把这些东西抹到你身上 你换多少种味道 本座都不介意品尝一番 千岁爷 你的口味还真重 您大半夜都不睡觉 难不成就是过来讨论这个的 本座是来算账的 小丫头 你居然敢把本座送你的衣服 让别人穿 这笔账 本座该如何跟你算得好啊 你这算看不惯 也不至于毁了衣服呀 当真是可惜了 可惜呀 那你就赔钱呢 放心 本座绝对不会狮子大开口的 衣服不贵 也就谢逍遥这老匹夫 十年的俸禄吧 我说千岁爷 不过您忘记了一件事 衣服手饰是您送我的 那便是我的东西了 你毁了我的衣物 要赔钱 也是该你赔 想来千岁爷 应该不至于做出欠账不还的事情吧 赔钱 小丫头 怎么着 穿紧软柿子捏 不不不 千岁爷 您可不软 可惜硬不起来 衣服就这么被抢了 你可真是够怂的 你女的确是怂 可这不是有您吗 一件衣服赔上一个县主的身份 挺值得的 凤旗子的眼中却猛地闪过一道亮光 没来由的 她竟觉得那句由你格外的动听 那这么说来 你是在利用本座了 况且事事都要本座出手 要你何用啊 千岁爷 招什么急啊 哼 我的东西 岂是那么容易好抢的 您就等着看戏就好了 别动 四目相对 谢严婉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眼睛锁住她的唇 色及时空空 及时色 色及时空空 及时色 你 你想干嘛 上药 不然 你以为本座要干嘛 我也以为你要上药 然而定力强的谢严婉 在凤旗子擦药的时候 再次可耻地红了脸 见她此时如此慵懒如猫的模样 凤旗子心中微动 手上的动作不停 视线却挪开 避免自己看她 小丫头 接下来 你预备怎么做 我说千岁爷 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 再怎么着 你也得 好好地让人过个团圆年 是吧 本座差点就信了 听说 你跟太子搭上了 莫不是寂寞了 是不是如您所愿嘛 不让太子那条大船 怎么行李箭之息啊 好让我那个爹地 跟太子爹下闹掰 那你想怎么做 自然是 寿主动工 小妖精 你这就要去别人的床了 那不成 是嫌本作不能满足你吗 我说千岁爷 您这是该吃药了吧 拜托 您可是太监好吗 凤旗子顿时就炸毛了 将手中的药瓶 往桌上一扔 甩袖便走了 都说女人心还得真 这太监应该也算是半个女人吧 那么成 她是那番秘诗条了 怪不得是爷看上的女人 就是跟外面那些妖艳贱货 一点都不一样 母亲 此番受这般羞辱 女儿绝对不能善罢甘休 别着急 她做的这些事 我会一一讨回来的 但不是现在 为什么呀 母亲 您是家中主母 那小贱人抢了我宪主之位又如何 您可是先还清风的郡主呢 捏死他 不是跟玩一样的吗 我要杀了他容易 可若是为了他毁了跟你父亲的夫妻之情 岂不是得不偿失 如今你父亲正提防着我呢 生怕我做出什么事情 所以 我不可在此时轻与妄动 难不成 就这么算了吗 我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 我是谁 岂是能由着他在我头上放肆的 再等等吧 大年初二 要去给你外祖母请安 届时 你父亲便没有机会再监视我 等我同你外祖母详细说了之后 让他给咱们拿个主意 我要让谢延婉付出代价 臣女给太子请安 您怎么来了 本宫想你 所以来了 男人的呼吸 都带着几分酒意 而上官汉也跟辩戏法似的 掏出了一支如意钗 喜欢吗 太子送的 自然喜欢 本宫就知道 你会喜欢的 咱们反抢出去玩吧 糯米丸子 甜红果嘞 漆黑如墨的夜空里头 瞬间便闪现出了五颜六色的礼花来 谢延婉的肩膀 被人拍了一拍 他下意识地回头 便看到上官汉夜 俊朗无双的脸 谢延婉 本宫喜欢你 本宫已经向父皇请指 他说等开朝之后 便下旨赐婚 婉儿 你要成为本宫的妻了 你知道吗 本宫通母后提起你的时候 他对你也是十分的满意 这一夜 谢延婉陪着酒醉的他 在街上风玩着 婉儿 新春快乐 殿下 新春快乐 那个叫巧碎的丫头出事了 怎么回事 本宫的属下办事途中发现的 先前为他吃了药 命是保下了 但是 后面的话凤其只没说出来 可这破庙里的情形 已然说明了一切 巧碎被糟蹋了 那刘毅明面的身份是京城有名的善人 暗地里则提命于大掌公主上官尹 巧碎 我带你回家 不要 救命啊 她是江南洛家的二小姐 明幻洛青燕 洛家是医药师家 她的医术 你可以放心 姑娘 劳烦你了 你预备怎么做 今日初二 想必那里的防守最弱吧 丫头 你这是作死 那又何妨 我继续便回 陈毅 跟着她 不行 主张 您的身体已经 本座说了 跟着她 她伤你伤 她死 你便不必回来了 属下遵命 你是何人 竟然擅闯公主府 我乃谢家之人 家中出师特来禀报 既然如此 我带你去 你且等着 我进去回禀 谢言婉策耳倾听 在听得里头传来苍老女声之后 顿时将手中的利剑出鞘 小贼 已经骗了 老不休 拿命来 你们都死了吗 杀了他 亲人 你敢杀我母亲 我君就杀了你 有本事就杀了我 小不然 我定要你们谢斋谢成 来人 将这个意图刺杀公主的逆贼 押到刑部 等候皇上发落 父亲 这小贱人刺杀了母亲 你应该直接处死 他纵然刺杀了你母亲 却也是皇上钦锋的县主 其实随随便便就能被打死的 小念 你脑子喂狗了吗 眼见的谢言婉 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 陈仪咬了咬牙 转身便消失在这府上 吴皇 万岁万岁 万万岁 这还需要来问吗 敢刑刺公主 她有几个脑袋够真砍的 你不觉得古怪吗 贤弟这话何意啊 皇上试想一下 寻常人 谁会无缘无故地 跑到别人家门里撒野呢 更何况 他还是跑到长公主府去杀人 还是这里头 另外有猫腻 皇上 此事千真万诀 老臣绝不敢有半句谎言 驸马爷招什么急啊 本座不过是想说 杀人不过头点地 可是在杀之前 总归是要问个清楚明白 也好叫人死得心服口服 皇上您说 是不是这个脸 这倒是 今日之事 在场有谁统统传唤来吧 可是谢家的县主 正是 皇上传旨 招您进宫 跟咱家来吧 县主放心 千岁爷一切都安排妥当 务必保证您的安全 他可曾说什么 千岁爷倒没说什么 只说等您回去再同您算账 哼 小丫头 等着我的面勾引旁人 有本事 你让那毛都还没长齐的太子来救你啊 臣女谢严婉 参见吴皇陛下 你可知自己犯了何罪 刺杀大长公主问遂 为什么 因为 大长公主命人奸杀了臣女的丫鬟 就为了一个奴才 你就胆敢刺杀金之玉业吗 皇上 臣女可不可以 问您一个问题 朕准了 皇上身为圣君 经常也要爱名如子 是不是金之玉业为皇上的子 而丫鬟下人就不是皇上的名 你少在这里为自己找借口 刺杀公主 按照我朝律法 本就是齐罪当中 谢严婉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万民的确为朕之子 这也理应爱护 可是这并不是成为你刺杀公主的借口 皇上心中自有公道 白泽 你的看法是什么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若凡事都用情来采多 那礼法有何用 所以 而臣建议遵从国法 傻无赦 皇上 这等孽女 谢家容不得了 吴皇盛名 臣女 甘愿静后发落 这丫头生得倒是不错 杀了怪可惜的 皇上若是不介意 赏给微臣如何 贤弟 这样不妥吧 有何不妥 总归是要被杀的 送给微臣 也无妨吗 自然是不妥得很 谢严婉 乃是大臣之女 纵然是犯了死罪 又怎能让你这般折辱 不过是死法不同罢了 结果不都是一样吗 太子又何必这么在意过程呢 还是说 太子觉得 她是你曾经求娶过的太子妃 所以不舍得她被别人先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不然 本座先让给你玩几天 你不去之徒 树木之辈 不可理喻 皇上 准吗 行了行了 带走吧带走吧 多谢皇上 放弃指眉开眼笑地 从地上将谢严婉捞起来 拦着她的脖颈便亲了一口 不愧是贵人家里养出来的丫头 味道就是跟那些雍之俗粉不一样 你以后可就是本座的人了 丫头 你这是预备把本座掐死吗 您不是说牡丹花笑死吗 妾身就让您尝尝这个滋味啊 本座倒是想看戏 可惜你那位太子爷不给力 进殿还同你眉来眼去的 可是他老子一问话 立刻便直晓得大意凛然 却丝毫不疼你这位红粉佳人了 哼 别笑了 寒趁得要死 想吓死本座吗 老要你 我以后 就只要你了 本座才不想要你这种蠢东西呢 走开走开 谢严婉 你给本座死开一点 别把那些鼻涕蹭在本座的身上 谢谢你 别以为两句好听的话就能抹消本座的功劳 说吧 这次预备给多少 我说千岁爷 你能不提钱吗 俗 不能 说你是蠢货 还真是蠢得没边了 有本事你就将他们都给宰了 本座也敬你是个英雄 你倒好 一腔孤勇 偏偏就是没脑子 本座若是你 就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还活着做什么 妾身这般愚钝 才能趁图出千岁爷您的机敏不是 对了 小岁怎么样了 你还有时间关心别人 千岁爷 您轻点 疼 放心吧 死不了 你本座远点 免得看了心烦 千岁爷 您不是说 额家是您的人了吗 你确定 本座这里 可还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呢 不好玩 有色心没色胆的小东西 接着来啊 哪个要给你接着来啊 混了 说着 谢言婉将头一歪 当真靠着睡去了 我方才没有看错吧 爷的怀中 是个女的 废话 你见哪个道的 人们穿裙子啊 爷 他抱了个女人 把他洗包干净了 再扔床上 撇仓了爷的床 奴婢给千岁爷请安 起来吧 你不在房中躺着 出来做什么 小姐躺 无碍吧 嗯 千岁爷 奴婢想求您一件事情 说 奴婢想要学功夫 还请千岁爷成全 理由 奴婢自知无忧 是小姐的累赘 原该寻个无人出 自己了断了才是正理 可说奴婢死了 小姐在这世上 怕再无人堪顾 既然不能死 那奴婢 用这惨破的身子 来护着小姐的周全 倒是个好丫头 属下陈姨 前来谢恩 先前陈姨 没有保护好谢燕婢 直接便被圣怒之下的 凤妻子丢进了 慎行司里受责罚 若有下次 就不必回来了 自己找个歪脖子 说我吊死算了 免得碍眼 是 属下明白了 这丫头就交给你了 好好带着 把你那些 见不得人的杀人手段 全都交给她 属下领命 我说凤妻子 你这拖着重伤 要死的身子 出去野战了 哦对 我忘记了 你是个太监 刑不得人人士 这般多嘴多舍 不如本座削了你的头发 送你去当和尚如何 老子好心好意 来给你看尘 你居然敢威胁老子 信不信老子一把石心草 送你去见盐吗 有本事你就来 你 老子不跟你这个 重伤要死的货计较 拿开你的破鱼线 放来老子看着 一旁的陈甲脸上 直冒黑线 这天底下 也就只有这位陆家的大少爷 敢称呼他主子的武器 为破鱼线了 要知道 那可是立为天下兵器榜 榜首的兵破银丝啊 还愣着做什么 给老子倒水去 没个眼力见 门主今天怎么下这么合的手 是良心发现 要为民除害了 你要是不想要这舌头 便拔了算了 没得多嘴多舌 落绝顿时气节 涂药的手也中了几分 看到凤七指忍不住颤抖的身体 他这才觉得说谈了许多 我该 只是在落绝走了之后 凤七指却是睁开了眼睛 自嘲道 这世上薄情之人何其多 又何止你一人遇到了 声不说 他真的被凤七指那个烟狗卸完了 哼 最好能让他被折磨得体无完肤 然后受尽痛苦而死 那才痛快呢 今日的情形你也看到了 太子无用 日后还是离他远一些的好 不管如何 谢家和萧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萧家 如今的萧家 除了一个日渐年老的大长公主 还有什么 也配跟我谢家荣辱与共 你醒了 他竟然肯让你住在自己的房间内 罗姑娘 巧遂他怎么样了 他没有大爱了 倒是你身体的底子不好 旧伤未愈 又添心伤 你是不要命了吗 凤大哥说 要我帮你调养身体 所以从今日起 你一切行动都要听我的 直到你好起来为止 明白了吗 啊 可是 我伤得不重啊 重不重 我说了算 洛青燕的医术 当真是高明 短短三日的功夫 谢严婉就觉得自己脱胎换骨一般 第三日 谢严婉一见他提了一个口袋 顿时就觉得头皮发麻 因为那袋子里头显然正有什么东西正在涌动着 说吧 罗姑娘 这次我要怎么做 这些 是我用来要晒干的药材 只是我最讨厌剥皮抽筋 便劳烦谢姑娘了 这一夜 谢严婉虽然没吃苦 可却是一夜未睡 到了天亮时分 他方才长出一口气 对着那剥下来的蛇肉 喃喃自语 不如拿去厨房 做一道蛇羹 你是嫌弃本座府上的伙食 奴家没有嫌弃爷府上的伙食 只是想要亲手替您做一道菜 不过据说蛇肉大补 千四爷 您说 您补哪儿呢 没心甘的丫头 本座先天不足后天来操 总归会叫你满意的 爷 奴家错了 凤妻只吃笑一声 抬脚便走了过去 他倒是很想看看 谢严婉想要耍什么样的小花招 啊 腰瘦了 千四爷吃人了 你们俩打情骂俏 能不能离我远点 别伤害我们这些 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成吗 谁敢伤害你 拖出去打死可好 不跟你平了 我去晾药菜了 我想做坏事 千四爷可要陪我一起 你想做什么 嗯 月黑风高夜 头鸡摸狗尸 你预备如何做 这件事啊 还需要千四爷您的配合呢 此事关乎于那块令牌 千四爷 您确定不管我吗 你找到那块令牌了 就在那老狐狸的卧房之内 那日若非妙化前来捣乱 我已然得手了 什么老狐狸 谢逍遥那老匹夫 可是你爹 有些玩意儿 不配为长辈 若是谢逍遥听的这话 怕是要气得蹦起来 所以千四爷 您如今可愿意同我合作了 神豪 看到了吗 那就是巡防营的机密重地 内中放着他们所需的武器战策等要紧之物 你们没有粮食吧 没有 那 咱们烧吧 千四爷 您不会有反悔了吧 本座都不着急 你急什么 哼 来了 只听得一声微不可查的爆裂声响起 下一刻 便竟由火光冲天而起 快来人呐 着火了 伴随着人们后知后觉的呼救声 着火了 怎么会突然着火的 快去通知老爷 这时候才刚刚好嘛 我们现在做什么 本座带你逛逛 这夜幕下的皇城 他说着 在谢爷晚还未曾准备好的时候 突然便纵身飞落到了地面 这就是轻功吗 好厉害啊 你喜欢 来 抱紧我 千四爷 以前是我有眼无珠 就没发现您这么好 有嘴滑舌的小丫头 反正警事了 那里是什么地方啊 平日里三番五次叮嘱你们 要严加看守 你们还能让他起火 一群废物 属下红袖 恭请主子万安 嗯 东西拿到了吗 属下拿到了 主子交代的事情 也都已经不知妥当 这是你的人 我说千岁爷 您现在可以告诉原委了吧 本座可以告诉你 但是须得用 回报 说说看 今日带着你这个胖子 飞了半日 本座腰酸腿疼的 哎呀 脖子也疼 嘿嘿 仙子爷 您看 这个力道长吗 没吃饭吗 软绵绵的 跟软脚虾似的 哎 轻点 本座身胶肉贵 瞅你这皮糙肉厚的 你是嫉妒本座的美貌吗 是 您老腹白貌美 大长腿 农家可不是羡慕嫉妒恨吗 算了 回去吧 你那机会也太粗糙了吧 所以本座便稍加改动了一份 红袖那丫头 今夜顶的那个女子 原是肖念的人 明日 那女子会被人从 谢府的湖中捞出来 手里头 则攥着肖念身旁丫鬟的荷包 不愧是千岁爷 高明 实在是高明 哎 千岁爷 您吃点点心 这枚令牌 你究竟准备用它做什么事情 然而细烟碗的话 并没有得到回答 凤妻只捏起那块铁制的令牌 神情莫变 好一会儿才露出了一抹阴森森的笑意来 若是觉得坚持不下来 你随着可以走 别指望我会心疼你 想学功夫 哪有这么简单的 我不走 我也不需要你的心疼 我就是要学功夫 谢爷晚顿时瞪大了毛子 推门而入 小 小姐 你这是在做什么 若是反悔了 尽管离开便可以 我说我要放弃了吗 你赶走一个试试 我告诉你们主子去 就说你不用心教我 你这丫头 说得跟嘉晴一样 怎的这般压尖嘴里颠倒是非 小姐 我求了千岁爷 学功夫自保 您不必担心我 再来 巧碎 你好好练 待会儿去我房间里面吃早饭 你家小姐心情好 下厨 给你做真子素 嗯 而陈宜瞅准时机 瞬间出手 朝她的胳膊打了过去 巧碎 痴痛闷哼了一声 不声不响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再次朝着陈宜挥了过去 说那批军队出了事 你也不必来见本宫了 正月初十的时候 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 二皇子带人去京城十里之外的赫山上 受力之时 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批军队 小念 老爷 出什么事了 脸要死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一个下贱的割击 死了便死了 还值得惊扰老爷吗 他可是你送的 这主谱情分断得挺快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自己掉进湖水里淹死了 同我有什么关系 好 这事跟你没关系 那天晚上 你为何会出现在巡防营的仓库 而且 恰好就在你出现之后 那里便起火了 马上坏了怪我吗 谢逍遥 你今儿是吃错药了吧 小念 别跟我装傻 令牌呢 什么令牌 我不知道 谢逍遥你疯了吗 松开 你若是不知道 会特意支开我 让你的人去偷了吗 事前调虎离山 事后毁尸灭迹 为夫 倒是没有发现 你的兵法计谋 竟用得这般好 谢逍遥 你是不是同南支军队有关 你说敢动我 那你永远也别想得到令牌 令牌果然在你手里 你死了这就要信吧 懒人 将这院子给我封了 真是一出好戏啊 听完洪秀的回禀 谢逸晚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嗯 笑念就甘心坐以待毙吗 笑念在府上树大根深 岂是那么好控制的 她已然打点好了 今夜子时 逃出府上 去给大长公主送信 小丫头 你又憋着什么坏呢 不 是我要做好事呢 红秀 您晚上科府帮衬着 让她顺利逃出来 婉儿姑娘 您是想 送她一筹 小贱人 你怎么在这里 谢夫人不认字吗 自然是 祭奠王魂 谢严婉 我警告你 你别乱来 我可是剧主 我怎么会乱来啊 毕竟 要杀你的一直都是爹爹啊 我不过是替他进校的 想来父亲也会感激我的 啊 我说千岁爷 你能不能别这么虚心啊 说好了没敢呢 杀个人都这般费劲 你是没吃饭吗 真可惜 原本还想让你死得舒坦一点 你说 你跑什么呢 你说杀了我 肖家不会放过你的 肖家 放心吧 我也不会放过肖家 你在黄泉路上不会寂寞的 因为 我很快就会将你女儿和你母亲一同送下去 跟你作伴 姑娘 谢小瑶追来了 公主府的人也快到了 小丫头 你还真够狠的 下一刻 谢严婉便被人带上了三层小楼的房顶 来人 将他的尸首收敛 带回去 谢逍遥 你在做什么 多谢千岁爷 好啊 你预备如何谢 他说着 用手指向下滑动着 最终停留在了谢严婉胸前的衣巾上 不如 以你自己为谢 如何 有何不可 这话一出 凤琪指的眼中 顿时像是燃起一片火苗来 炙热的能将谢严婉给烤化了 那本作就等你 奶娘 花儿来看你了 他将灯笼放在地上 从袖中掏出火折子来 将灯笼点燃之后 看着那一簇生腾而起的火光 重重地在地上磕了一个头 直到谢严婉抱着墓碑睡过去之后 才有一个身影 从树影斑驳之后走了出来 醒了就赶紧滚出去 没得站了本作的床 看什么看 还不滚出去 千苏爷 昨儿个是您把我抱回来的 本作就是抱一阵阿猫阿狗 也不会抱你的 去去去去去 你别待着去 小丫头 你是在勾引本作吗 千岁爷 影响多了吧 那张灵牙丽齿的嘴被堵上 而那双猫眼 更是不知所措地瞪着她 不知道该做出如何的表情来 凤琪只心满意足地起身 本作早就说过 我这有许多的宝贝 你若是真的寂寞了 只说便是 何必这般的费尽心机 想要勾引本作呢 眼见的凤琪只带着几分得意离开 谢言婉才后知后绝地反应过来 凤琪只带着凤琪只带着凤琪 你个老妖孽 皇上 皇上 我只有这一个女儿 如今她死了 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母亲 你若怪 就怪我吧 我 我不该同她吵架的 自今日起 你暂且停下手中的一切事物 回家歇着去吧 什么时候将事情查清楚了 再行商议 今夜上元节花灯会 你可要出去走走 好啊好啊 没出息的小丫头 小姐 你自己去吧 我就不去了 我还练功呢 这些都是你砍断的 你倒是听她的话 那我回来给你带吃的 你好练 陈尹回来之时 就看到这满院落的狼藉 她眼中闪过一抹赞赏 寻急收敛起笑意来 拿着这个 当心天黑路滑 谢谢啊 我很喜欢 我只是想告诉你 拿人手短 你若是再威胁我 动不动就去给主子告状 小爷可饶不了你 赶紧走赶紧走 没根继续 起晚了 就绕着皇城给小爷跑十圈去 好 我记下了 你也早点睡 婉儿 好久不见 给太子殿下请啊 年礼吧 你可还好吗 多谢殿下关心 婉儿很好 婉儿 你不必瞒着本宫 那风妻指日什么人 本宫最清楚不过了 你怎么可能过得好呢 走吧 本宫带你吃饭去 不必了 婉儿过得很好 也不缺这顿饭 太子自己去吃吧 婉儿告退 谢阴婉 已经偏心着她 有何不可 谢阴婉 你还真是子甘堕落 你既然能在风妻指那个燕人宣下讨生活 为什么不能同本宫在一起 太子这话说的倒是稀奇 你口中的燕人当初救了我 而太子你呢 你又做了什么 本宫是太子 此人要顾忌得多 况且 你当风妻指又安了什么好心吗 她不过是为了卸完你罢了 你却自甘堕落 竟然为了活着 心甘情愿的尾身给一个太监 我乐意 但你何事 既然你在她那都可以 那么本太子也是可以的吧 况且她根本就不是男人 而本太子 岂能满足你 就算她在你们这里再不堪 可在我心里 风妻指配得上世间所有的赞予 更比你们这些 顾名调语之人强了一万倍 说完这话 她再也不看上官汉叶 目观寒凉的拂袖而去 你当真是变了 可就算是这样 本宫也要得到你 本作今不知 自己在你心里 有这般高的地位啊 既然听到了 我也何不来救我 你若这般怂包 就不是本作认识的谢燕婉了 想不到 千次爷夸起人来 这般受用 那是自然 不是要看花灯吗 走吧 这一夜 谢燕婉玩得格外开心 沿路所见 都依着杏子买下 谢燕婉手里拿着一串 红通通的糖葫芦 请你吃呀 她本是说着玩的 熟料想 凤妻指竟真的就就着她的手 将那红果中间夹的核桃 一口咬走 嗯 味道不错 亲手 见谢燕婉这般模样 凤妻指眼眸笑意不自觉地加重 待得感受到来自属下的窥探惊叉眼神之后 顿时双眸如刀地瞪了回去 身后的陈甲顿时收回了毛子 哭哈哈地在心里哀叹着 自家主子重色惊吓说 我们可怎么活呀 谢燕婉在床上滚了几圈 仍旧难以抑制兴奋的感觉 凤妻指的眉眼 在她的脑海当中晃来晃去的 她索性坐起身来 便朝着凤妻指的房间走去 受人恩惠 这总得道个谢不是 只是不想 来的却不是时候 凤妻指的房间内 空空如也 她去哪儿了 啊 你你怎么在洗澡啊 见她前来 凤妻指下意识地便要寻衣服 可在看到谢燕婉这模样之后 反倒起了逗弄之心 不请自来的是你 却来怪罪本作 是何道理 好看吗 没看清楚 那你再看得清楚一些 才不要 凤妻指的身上竟伤痕交错 这时怎么回事啊 给你点好颜色 就真拿自己当回事了 给本作出去 出去就出去 她气呼呼地出了房间 便镜子朝着自己的院子走去 疼死你 关我什么事 你说的没错 老娘子不是你的婶子 那样多的伤口 她应该很疼吧 再回到凤妻指房门前时 谢燕婉深吸了一口气 你又回来做什么 我来给你撒药 不需要 凤妻指想要推开她 却被谢燕婉一把抱住 而后一脸鄙夷地将她扔到了旁边的软榻上 看什么看 你现在可没有冰破银丝傍身 这老姚你吃什么长大 看着浑身没有三两兽 怎么这么重 虽说我不想管你 可万一你死了 我就是最后一个见到你的 为了防止私礼间的人把我扔到慎行私去 我现在要给你上药 不许反驳 闭嘴 而后 凤妻指竟真的乖 觉得闭上了嘴巴 任由谢燕婉在自己身上上下棋手 你功夫那么高 寻常人根本进不得身 和你怎么这么多伤啊 小丫头骗子下馆闲事 上完药了吗 上完了赶紧走 谢燕婉替她检查着伤口的时候 无意中便触碰到了某个部位 她先前还抱着几分希望 想着 这老妖孽会不会是假冒伪劣的太监呢 唉 原来她竟是真的 你 是怎么进宫的 我是个孤儿 你莫不是在同情本座吧 钱子爷 您需要同情吗 夜已经生了 妾身赴您就寝可好 身后 将凤妻指扶到床上之后 谢燕婉又替她将被子扯过来 不想她刚弯了腰 便觉得天地一阵旋转 带着她反应过来之后 自己已然被凤妻指抱在了怀中 钱子爷 您不是最讨厌怕人触碰您的被褥吗 难不成 又想换房间睡了 怎么 摸完了本座 你就想走 谢燕婉 本座怎么平日里没看出来 你是这样负心不幸之人呢 我也没发现 钱子爷您竟然是这般电脑黑白纸 然而不论谢燕婉怎么挣扎 都脱离不了对方的怀抱 反而是凤妻指已然绵长地起来 她睡着了 醒了 刚醒 嬷嬷怎么来了 主子吩咐我 来伺候婉儿小姐穿衣起床 你跟主子可是在一起了 嬷嬷 其实啊 跟着主子也未必不好 这世上男儿有几个能比得过她的 嬷嬷 您也一把年纪了怎么这么八卦呀 不知大师此番匆匆回京见阵 可有要事啊 老衲夜观天下 发现祥瑞如是 那祥瑞现在何处啊 凤府 大师 您莫不是糊涂了 前些年您便告知朕 贤帝乃是祥瑞之兆啊 怎的这次又 恰算重了吗 这次的人 乃是以女流之辈 姓谢 来人 去奉府 臣女谢言婉 叩见吴皇万岁 大师 可是他吗 皇上 正是此人 来二年 我这是给你做了臣大使 您怎么在这里 真行 阿侄 你好有福气啊 老头 要吃饭上宫里蹭去 这是本座的 我喝多了 谁说和尚就不能吃肉了 酒肉穿肠过 佛座心中留 味道不错 比外面那些酒楼 做的好吃多了 这老不死的 再抢本座的饭菜 本座就把你剁了喂鱼 灭徒 有你这么欺负为师的吗 那是你自封的 本座可从来就没承认过 谁要做你这老徒驴的徒弟啊 你们二人慢慢打 我再去厨房 端点吃的过来 阿秀 好久不见 你近日可好啊 谢言婉回头一看 就见着了辰大师一脸狗腿地跑到陆嬷嬷面前 然而陆嬷嬷却仿佛没有看到她一般 竹子啊 你早些用善 老奴 告退 哎 阿秀 你等等我呀 这是个什么情况 千岁爷 您可知道什么内情吗 吃饭 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说说看嘛 你怎么这么八卦呢 若是嫌弃舌头太长了 本座替你割下来一劫 哼 你才是长舍妇呢 我这只是关心卢嬷嬷 你不说 我自己看去 哼 大师 嗯 你来看她 啊 正是 今日在大殿上 多谢大师为我说好话 无妨 更何况 老娜也没有撒谎 您说的是真的 不错 老娜是出家人 从不打狂语 你的富贵不止如此 日后必然贵不可言 只是 未来若生了变故 还望你 顾念天下苍生 我并不求富贵 只求所有之人能平安便是 你只要记得老娜的话便可 更何况 你原本就不属于这里 若想要留下 还需 多寄福报 待会儿 您会在我身边吗 你想让本座陪着吗 自然是想 取悦本座 便陪着你 好 谢严婉伸出一双偶臂 将凤七指的头摁了下来 而后 将一个红色的唇印 印在了她的唇上 然而等到谢严婉 恶作剧成功之后 想要离开之时 却被凤七指 牢牢地禁锢住了身子 怎么 撩拨了本座 就想走 小丫头 跟本座玩这个 你欺负人 如今你可同意了 可 皇上 可以开始了 呼见天色之间 风云变色 旋即有一朵 祥云汇聚在一起 而谢严婉则背对着日光 一时之间 竟像是万千金光 洒落在她身上一般 这一日 文武百官都见证了 这一个堪称奇迹的画面 而皇帝更是龙心大悦 大使 今日这祥瑞可算是开启了吗 正是 皇上 我这小丫头嫩般讨喜 您不预备打赏点什么吗 不知贤帝想要些什么呢 灰尘自然无所求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是西楚国的祥瑞 总归不能还是戴罪之身吧 那是自然 自即日起 朕便免了她所有的罪名 自从祭祀之后 接连一个月 皇帝每日都能收到大臣的奏报 且世事都是报喜之说呀 而更让皇帝开心的是 却是他这些时日宠幸的祥品 有了身孕 末末 我倒是不知道 自己竟然还有这个作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谢氏严婉 品行高节 摄封郡主 封号真和 亲此 瞅你这点出息 一个郡主就高兴啥了 老妖妮 这郡主的俸禄多不多 本座这府上 去你吃喝了 谁嫌银子烫手啊 哼 偷你没有共同语言 我咋露嬷嬷去 凤妻指 自从那日抱着丫头睡着之后 便觉着谢严婉 这丫头身子软得格外舒服 起初谢严婉对于她的到来还有些别扭 可是所谓世上本没有路 走着走着就有了 竹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您就预备这样养在府中吗 有何不可 奉府养她还是绰绰有余的 竹子糊涂啊 咱们府上也该夺一位女主人了吧 这样没名没分的 让世人没得看清了她呀 名誉和姓名 哪个更重要 哦 是老奴糊涂了 莫莫 你的意思我懂 再等等吧 或许会有转机呢 上次一见 本宫就格外惦念你 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本宫在这宫里 也没人说说话 时常闷得慌 倒是与你投缘 儿臣给母妃请安 真和郡主有心了 有心的是您的母妃好吗 这一肚子壮得弯弯绕绕 让我心烦得不行 萧儿来得正好 你就替母妃送送郡主吧 如此便谢过贵妃娘娘和二皇子了 母妃没有恶意 只是给郡主你添麻烦了 怎么会呢 不想刚绕过了回廊 就看到一个谢严婉 不愿意见到的人 见过皇兄 真和给太子殿下请安 本宫可当不起郡主的脸 你可是咱们西楚国的祥瑞呢 怎么 才得了自由身 就迫不及待地离开那个阉人 来投奔二弟了吗 你何必将事情想得这般龌龊 果然是祥瑞啊 连二弟这么清心寡欲的人 都要护着你了 看来 本宫还真的要好好 跟你讨教讨教 母妃说了 要让陈弟送他平安回去 所以皇兄 你不能动他 本宫做事情 轮得到你来查什么 滚开 皇兄还是不要为难陈弟的好 毕竟若是闹到父皇面前 那也不好看 你威胁本宫 郡主 时候不早了 你快些回去吧 建庄 谢严婉微微地行了一礼 镜子便掠过了太子 转身便朝着宫门外的马车走去 本宫告诉你 你最好收起你的一些想法 它不是你能够染指的 皇兄 你果真是想多了 他不是皇叔的人吗 何时成了你的 说完这话 上官汉霄也不看他的脸色 镜子便拂袖而去 宫里又来人了 说是送礼的 替本郡主回去谢谢娘娘 默默 劳烦您将东西装起来吧 明儿个我上街把他卖了去 他话音刚落 就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 见到凤妻指 谢严婉刚要开口 就见他镜子走到桌案前 单手提着那几样东西 哗啦一声就给扔了出去 喂 本座缺你吃喝了 这么数目存光 没得丢人 这不是跟千岁爷您学的吗 毕竟别人的东西不拿白不拿 蚊子腿再小那也是肉啊 将这里收拾了 什么东西都能放 也不嫌脏 只准周官放火 不许我这个小百姓点灯 别呀千岁爷 这进了咱们家的门 就是咱们家的东西了 哪有人自家东西的呀 押尖嘴利都用到本座这儿了 在旁人那儿怎么不见你这般 那是因为您是自家人吗 这是后院库房的 想要什么自己去拿 别回头被人一两银子就卖了 谢大雅赏 你才一两银子就被人给卖了 我有那么不值钱吗 人都走远了 不然姑娘去书房跟主子念叨念叨 好人不跟妖念斗 坚决不 不知大人前来有何贵干 千岁爷不在府上 婉儿 为父是来找你的 谢大人 我们之间似乎没有关系吧 唉 为父若是当时执意救你 怕是整个谢家就要完了 所以只能委屈了你 谢大人这话说得不错 既然您为谢家已经放弃了我 那么今日就不该来 父亲知道错了 这些时日也是备受煎熬啊 我如今虽然不再是戴罪之身 可是却早被皇上赏赐给了千岁爷 父亲若是想要寄我回家 那就去找他吧 好 为父 这就去找九千岁 杰儿哥 谢小瑶那老匹夫来了 嗯 来了 还在你书房门外占了半日 可惜你回来的晚了 没见着 你这鬼丫头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原本对于回谢家没什么兴趣 可是如今我那好妹妹 出门总是那样多的护卫 让我不好下手 所以 我好不开心 决定亲自回去一趟 彻底毁了我那个好妹妹 千岁爷 您印象如何 只要你高兴 做什么都好 孔妾 本座还从未试过偷情的感觉 你才偷情呢 滚出去 凤妻只不怒反笑 用双腿将她的脚夹住 趴在她的耳边 好 我这就滚 而后 那苗金的金纱杖便被凤妻只拽下 喂 我没让你滚进来 婉儿 皇上赏赐你的东西 你莫不是落在凤府了 千岁爷说 婉儿吃住在府上 东西自然是要归她的 临别时 说作为等价交换 便送了女儿这些东西 这个烟狗 父亲 您这是怎么了 这个烟狗 知道为父爱女心切 竟然将我现在的田产 土地 铺子等物都敲诈了去 唯独只剩下了这处宅子 为父原以为自己委屈性无妨 不想 她竟然连你的东西都拿走了 真是可恶 谢阎婉 你给我滚出来 狗奴才 你也敢撞我 二妹好大的威风啊 拿下 她话音一落 顿时有两名侍卫从暗处出现 将谢琳琅摁在了原地 谢阎婉 还有你这个老雕奴 你们算什么东西 请人敢动我 哼 我为何不敢 我乃当今圣上清风的郡主 谢琳琅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呸 我母亲才是郡主 你这个红妹子的贱货 算什么郡主 张嘴 好妹妹 我说过的 我要夺走你的一切 你看 如今我不只是县主 就连你母亲的郡主之位 和她的院子 都已经是我的了 可是你呢 你 你给我下毒 你怎么来了 本座不是说了吗 这种偷情的感觉 我心甚悦 谁要给你偷情啊 滚出去 不出所料 凤琪只再次如她所愿的 滚了进去 本座要出去一趟 你照顾好自己 你去哪儿 办些事情 好 不睡觉 还等着本座来哄你 嗯 谁要你哄 睡觉 刚吃了早餐没多久 便听得有下人汇报 上官汉夜来了 谢阎婉 你就这么讨厌本公 为什么不 本公有哪里不好 况且当日的事情 本公已经解释过 难不成 你让本公为了你 去忤逆父皇吗 不 殿下 您很好 是阎婉 自知粗鄙 配不上您 所以 还请太子爷 您去寻找那些 足以站在您身边的人 好吗 本公说了 只要你 谢阎婉 本公要你入主动宫 太子爷 有些话我不想说第二遍 所以现在 请你滚 谢阎婉 你请看 殿下 老臣 有要事禀报 出什么事了 还请殿下 书房一事 谢阎婉 本公 绝不放弃 快去请老爷 请府爷 就说二小姐出事了 谢逍遥赶到了的时候 便看到房间之内的 谢琳琅 浑身的鲜血淋漓 好痒 好痒 都愣着做什么 还不按住了二小姐 都放开我 你们这群狗奴才 滚开啊 这丫头是怎么了 二小姐的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她身骄肉贵 这祠堂内又格外的阴暗潮湿 怕是晚上的时候 被什么虫子给咬了 一个虫子 至于你这般脑 你还真是被你娘给惯坏了 我说 什么虫子能有这么痒 一定是有人要害我 只信有我那个贱人 不可救药 二人 二小姐身智不清 将她给我扔回房间里去反省 那下人硬了 稍稍地松开了手 便见得谢灵狼竟然旁若无人地 撕扯开自己的胸衣 狠狠地将自己的前胸 抓出道道的血痕来 而随着她抓脑的动作 竟还舒服地发出几声 轻微柔软的叫声来 将这个逆女 给我捆了手脚扔回去 不准放开她 那这模样 果真是被虫子咬的吗 还未到清寒怨 就听到内中传来 断断续续的争声 你想和谁尝酒啊 奉其纸吗 我想和谁 跟你有关系吗 王儿 不得无礼 给弟弟请安 您跟太子谈事情 怎么来女儿这里了 怎么 本宫来不得吗 多谢太子前来看望真和 只是男女有别 还请您回吧 你 谢一万 你还真 太子 老臣想起 还有些事情要说 不如 您先随老臣 去书房吧 简状 上官汉叶 这才冷哼一声 转身走了出去 王儿啊 你太过分了 他可是太子 太子又如何 一点莫不失望了 千岁爷只说了 准您将我接回来 若是他知道 自己的玩物被送人了 您说 他会如何 这事 就不用你操心了 待会儿 我会让太子 跟咱们一同吃午膳 你去准备准备 谢逍遥抛下这句话 便拂袖离开 我这位好爹爹 还真是不死心 不过既然要陪着贵客吃饭 那自然谢家的 每一个人都不能少 某某 您说是吗 哦 姑娘放心 那是自然的 你说什么 太子哥哥来了 不行 我要去见他 为何没有人来告诉我这件事情 这件狗奴才 奴婢也是听后厨的人说起来的 说是要在府上宴请太子 让他们警醒着点呢 二小姐 您别这样 老爷没来请您 您不可以出去的 混账东西 给我解开 再不解开 我扒了你的品 我告诉你 我再不进 也是家里的二小姐 抽着你一个小小的奴婢 还是丑丑有余的 放开我 小姐您别生气 奴婢 这就给您解开 谢灵狼得了自由 立刻便朝着门外冲去 我而思先想后 还是觉得方才做得不对 不该跟您恶言相想 所以他来请罪 殿下 您能原谅我吗 你这话可是真心的 你不是要本宫 跟你保持距离吗 如今却又来招惹本宫 是何道理 当初是太子 您先抛弃我的 难不成 还不许我而生气了吗 罢了 都是本宫的错 反而 你若肯原谅本宫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 谁 谁在外面 小贱人 你竟然敢背着我 勾引太子哥哥 谢琳琅话音未落 手中的鞭子 就已然朝着 谢炎碗抽了过来 哪来的疯婆子 竟敢在这放肆 太子哥哥 您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琳琅啊 这是得病了吗 快离本宫远点 担心传染个本宫 太子殿下您别生气 我妹妹不会传染人的 琳琅 你快回去 把当心惹怒了爹爹 又关你刺疼 小贱人 我要打死你 都是你害的我 谢琳琅 你再不住手 本宫绝对饶不了你 她的脚步往旁边一侧 而谢琳琅便直直地 朝着上官汗叶 扑了过去 救命啊 快来人呐 放肆 谢琳琅 给本宫滚开 太子哥哥 你的怀抱好舒服啊 滚开 滚啊 爹爹 爹爹不要 请您找嬷嬷来吧 你这个逆女 在上官汉叶的推丧和谢逍遥的大力拖拽之下 谢琳琅就如同一个瀑布口袋一般被扔到了一旁的地上 都是老臣教女无方 求太子殿下恕罪 你养出来的好女儿 背马 本宫要回宫 眼尖的她暴怒而去 谢阎婉垂下的眼眸里方才缓缓勾起了一抹笑容来 郡主 谁受伤了 谁都没有受伤 滚回去 嬷嬷 嬷嬷 帮我准备热水回来沐浴 姑娘 这青天白日的 您怎么好端端的想起了洗澡了 身上占了禽兽粉 一想到方才被上官汉叶搂在怀里 她便觉着一阵恶心 您且等着 我这就去 谢家女明门贵院 性情温良 赐三品昭怨未分 入主东宫 为何 这是昭怨 外祖母出面 难道不该是太子妃吗 不得无礼 郡主 太子来了 太子怎么来了 温儿 你听不过解释 那是父皇擅自下的旨意 本宫事前并不知情的 真和出太子喜得家人 百年好和 温儿 你果然在怪本宫 你放心 本宫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太子妃之位给你可好 不必了 太子殿下应该明白 覆水难收 您如今是我未来的妹夫 咱们还是保持距离的好 本宫都说了给你太子妃之位 你还想跟本宫保持距离 她谢灵狼不过一个占据了 三品昭怨的位置 本宫发誓 就算娶了她也不碰她 日后等你过门了 她就任由你处置好不好 太子殿下 我想您误会了 太子妃这个位置我还真不稀罕 您爱娶谁就娶谁 但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 因为 我嫌恶心 谢阎婉 你再给本宫说一遍 殿下听不懂 那真和就再说一遍 我 嫌恶心 那日 你为何又向本宫献媚 你在耍本宫 太子殿下若真是有本事 尽管去皇室面前退亲 说不定我一个心情好 就又献媚了呢 你明知父皇死婚 你想让本宫被父皇厌恶吗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就是了 所以殿下 你我再无瓜葛 别再纠缠我了 末末 咱们出去吧 太子殿下 还请保持跟郡主的距离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拦本宫 不巧 太子爷 您在我眼里 也不算什么东西 顺便提醒您一句 您若是指望着 拿我爹来压我就别做梦了 万一我一个不高兴 说不定就去皇上面前闹一通 毕竟真和虽然没有什么大本事 却也是西楚国的祥瑞 届时 倒霉的可不一定是我呢 谢一文 太子哥哥 上官暗夜定睛一看 顿时看到了那一张 令人作呕的脸 他再不敢停留 当下便夺门而出 来人被车你 本宫要去奉仪宫 母后 你一定要帮帮儿臣 那谢林郎不知得了什么脏饼 谁是脸上 被挠得没有一块好肉 如今父皇却将它赐给儿臣 以后儿臣的日子可要怎么过 您帮帮儿臣 将这门婚事做爸爸 皇儿 就算谢林郎再肮脏不堪 这门亲事你也是退不得的 为何 因为 这门亲事是大长公主所提 她在皇上那儿的情分不浅 难不成儿子这辈子都要看着那个丑八怪吗 儿臣不要 这有什么难的呀 她是你的妾室 见与不见都不是由你做主的吗 等到娶过来之后 给个院子锁起来 不让她见人便是了吗 还是母后您有办法 儿臣就听您的 母后 儿臣还有一事 陷进那个郡主 儿臣要定了 她 这丫头虽说祥瑞 可是如今连氏那个贱人 一直在跟她暗通取款 说是她嫁过来 反倒成了别人的棋子 那可怎么得了呢 不成 儿臣定要娶她 儿臣要让她求生 不得求死不能 她抵死三番 戏耍儿臣 将儿臣玩弄于股肠之中 我绝对不能放过她 你若是想娶她 也不难 回头母后去求你父皇 下一道圣旨 一同赐婚便是了 只是她被称为祥瑞 却不可草率地弄死她 留着她的性命 让她生不如死地任你发泄 不也是很好吗 可是 她帮了狠话 说儿臣若是强心娶她 她便去父皇那里闹 哼 这还不简单 生米煮成熟饭 她不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吗 儿臣这么就没想到呢 只是友谊呀 不能脏了你的手 谢琳郎不是一心想要嫁给你吗 不付出一点代价怎么行呢 多谢母后支点 本宫今日来就是找你说说话 毕竟咱们快要成亲了 太子哥哥 您愿意娶我了吗 让他们先出去 本宫跟你说几句提及话 太子哥哥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琳郎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嫁给本宫吗 本宫可以娶你 也可以在你嫁过去之后 好好地带你 但是你需要帮本宫做一件事 我同意 太子哥哥吩咐的 琳郎一定照办 文言 上官汉叶满意的一笑 这才应该是女人对他的真正态度嘛 本宫要 将这一包药放到谢盐碗的饭菜里 我要毁了他 太子哥哥放心 我一定办的 这是毒死他的吗 不 是没有 太子哥哥 您竟要跟谢盐碗 对 本宫就是要糟蹋了他 然后娶回来 慢慢折弱 您放心 我一定让谢盐碗将这些东西都吃下去 陈家 嬷嬷 少主已经快到此处 为防生变 你速速赶去支援 我回去寻人 那郡主怎么办 姑娘在谢府想来不会有事 我们速去速回 一切等跟少主会合之后再说 若是迟了 恐生大事 二人匆匆离开 却并没想到 正是他们这一早 竟真的发生了大事 没来由的 谢盐碗心中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来 他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陈家 两酒之后 空气当中 也没有任何的回应传来 谢盐碗一连喝下了两杯茶 非但没有缓解 反而觉得那股躁欲之气 越发地浓烈了几分 而后 他便觉着天旋地转 而此时 雕花木门被人吱压一声打开 玄机便有男人走了进来 他大步地走过来 一把抱住了谢盐碗 谢盐碗 平日里你不是很能断着的吗 这会儿倒是原形毕露了 想不到你这端庄模样之下 还挺骚的嘛 他一面说着 一面将谢盐碗大力地扔到床上 你 也跟我下了药 是又如何 婉儿 经久不止吃法酒 那本宫就只好如了你的愿了 你这个畜生 滚 今日 你竟敢踹本宫 本宫今日怎么收拾你 阿芝 阿芝 救我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那烟狗 本宫打死你 刚才那疼痛让他短暂的清醒 而后 谢盐碗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抬起腿 朝中间部位顶了过去 眼见的谢盐碗这般 剧痛之下的上官汉叶 先扑到了谢盐碗身边 一只手捂着自己疼痛的命根子 而另一只手则单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吉人 我要杀你 而后 有男人再次将他抱紧在怀里 不要 走开 你让本座走开 他的眼眸里被赤红的杀意包围 少主 您不能杀他 交给老奴来处置此事 可好 阿芝 阿芝 救我 他 交给你了 将他送到谢林郎的房间去 某某 他流血了 陆某某寻声望去 只见上官汉叶的中库之上 竟渗出一片血红来 而那位置 赫然是他的命根子 那就随便找个东西 毁了谢林郎的清白吧 阿芝 救我 小丫头 你在挑战本座的忍耐力吗 阿芝 凤其指再也忍不住 他低下头去 吻上了谢林婉叠叠不休的唇 然而末了 他却只是满头大汗的呢喃苦笑 嗯 丫头 你这是在为难本座呀 阿芝 凤其指几乎破功 却终究忍了下来 叹息着安抚 我的小妖精 现在还不是时候再忍忍 乖 直到谢林婉闹够了睡下 凤其指方才将她抱起 去了汤池之中沐浴 而凤其指的某处骨胀难忍 她咬了咬牙 终究是忍耐不住 从水中站起身来拿起了一把匕首 那匕首生生地刺入她的肉中 可随着那点点鲜血弥漫开来之时 竟有一张薄如蝉翼的皮肤 被凤其指挑了起来 小妖精 你说 本座是不是要收些利息呀 直到一切风平浪静之后 凤其指才打开了房门 此刻的她穿戴整齐 眉眼之中 又回复了那个冷冽如修罗的九千岁 来人 任命主子吩咐 扔到刑部 将原计划上的那个人名 改成上官汉夜 谢严婉是在鸟叫声当中醒来的 晨起的天 带着几分骄扬的热度 谢严婉下意识地看向凤其指 却见后者睡得格外安稳 而她的衣服呢 完好的在自己身上穿着 却没有被动弹过的迹象 昨夜里头 是凤其指旧的自己吗 谢严婉的脑中像是有一团乱麻缠绕着 让她的头都几乎炸裂开来 然而就在那眼泪降落未落之时 却有一点灵光乍现 谢严婉的脸上浮起了可疑的红色来 她虽然记忆之中断断续续的 谢严婉看了一眼被褥之下的凤其指 漠然起了一个念头 难不成 她是一个假太监 谢严婉小心翼翼地掀开了被子的一角 蠕动着身子 悄然地就往被子之内钻了进去 大清早地就往被褥里头钻 莫不是觉得昨夜里头还不够吗 不如线下再来一次 走 谢严婉借着扭动的姿势 将腿悄无声息地触碰了一下某人的某处 哎呀 果然还是空的呢 日上三竿之时 谢严婉这才终于梳洗完毕 饿得发昏地坐在餐桌之前 如愿以偿地吃上了早饭 这么饿啊 莫不是本作没有喂饱你吗 喂 别耽误我吃饭 见她这模样 凤其只更觉着心情甚好 只是在看到谢严婉无意中露出的红痕之后 沉了沉毛子 那是被上官汉叶打出来的 昨夜的事情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哼 你什么都不必做 等着看好戏便是了 本作的女人也是旁人可以随便碰的吗 我 你的女人 怎么将本作吃干抹尽的就不认账了 而后 谢严婉一把抱住了凤其只 在她做不及防之下 深深地咬住了凤其只柔软的唇 是认账 必须认账 不但要认 而且还要拜劳了你 凤其只 你的身边 以后只能站着我 小妖精 老妖孽 那这八个是你叫出来的吧 本作难不成说错了 你昨夜里头可不就是这小妖精吗 馋得本作都快把持不住了 把持不住 您老小吗 姑娘 怎得起这么早啊 睡不着了 嬷嬷 昨夜你去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形啊 她吞吞吐吐神情纠结 陆嬷嬷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当即便将昨夜里头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了 这个败类 丫头 你放心 昨夜我已将太子丢到谢临郎房内了 昨夜的事情 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到你身上 嬷嬷 谢谢你 没事的丫头 一切都过去了啊 陆嬷嬷关切地望着她 见谢临婉这般 她猛地灵光一闪 忽得明白了谢临婉的症结所在 因暧昧地看了一眼她身上的痕迹 低声道 至于这些 皆出自主子之手 与他人并不相关 嬷嬷 我去沐浴了 眼见得谢临婉羞涩地淘开 陆嬷嬷摇了摇头 眼中不由地闪过几分笑意来 这次因祸得福 反而让主子和姑娘敞开了心扉 倒也不失为一桩好事了 你这丫头 鬼叫什么 没得惊扰了二小姐 她话说到了一半 便突然卡在了嘴里 嬷嬷 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 快 快请老爷去 还愣着做什么 快传府衣前来 殿下被提伤了重要部位 怕是 爹爹 你在这里做什么 天人 将这个逆女给我绑了 父亲 你 哇 这是怎么了 本宫这是怎么了 谢夜晚那个小贱人呢 本宫又杀了他 殿下 您 您昨夜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给本宫被车 本宫要回宫 快去 此时 此时本宫 可你们想说服没完 太子殿下息怒 还请您告知老臣 究竟发生了何事 老臣一定给您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今日之时 你若是敢传出去 本宫要你们血气好看 抓人 将二小姐关到祠堂里去 命人好生堪管着 不好救我 啊 我的儿 你怎么了 快 宣太医 你儿子看着 出大事了 喂 皇后 太子这伤势严重 恐怕会伤及子孙后代 皇儿 是谁这样心狠手辣的要害你 是邪魔 不好 这个贱人 本宫要杀了他 来人哪 你要杀谁 皇上 你要为皇儿做主 他被谢家那个郡主给打了 来人 将太子拿下 皇上 你 你为何要拿下太子呀 我 都是心也反害而人 害你 朕倒是不知道 谢家的郡主 有这种滔天的本事 能够害你一个谋反之罪 他这话一出 顿时便有一块沉重的令牌 摔在了太子的脸上 皇上 这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朕也想知道呢 太子好大的威风啊 朕还没死呢 你就惦记着要篡位了是吗 父皇 而且是冤枉的 冤枉 当初刑部审讯出来说你是幕后主使 你也是这样说的 那时朕还不相信 这才多久 铁证如山你还想怎么抵赖 父皇 儿臣真是冤枉的 这不是儿臣所为 都是谢上说 是他做的 儿臣是被蒙在鼓里 父皇 真的和儿臣无关 救你明鉴 好啊 你果然很有同党 来人 太子无德 飞去太子之外看呀 主人前去谢府 摘了谢逍遥的顶带花领 命大理寺阎山 老人你 这是你的手臂吧 叫本座什么 阿执 本座只不过推波助澜罢了 我就知道 我叫阿执最好了 不过话说回来 谢家都被满门查封了 我能置身事外吗 就会在本座面前张牙舞爪的 欲找旁人就怕了 放心吧 你以为本座费尽心思 给你弄这个身份 是为了什么 果然阿执最好了 果不其然 在谢家被查封的第二日 宫里头便下了一道圣旨 要让谢严婉进宫 朕听说 你有搬回凤府了 是 回去也好 既然回去了 那便好好地 待在贤弟身边便是 至于其他 不该插手的事情 你一改不要管 明白了吗 真和明白 虽说凤府很大 不过你一个 未出阁的女儿家 住这终归是不大方便 啊 这样吧 改日啊 朕让人再给你 建一座郡主府 说到底 你也是皇家的郡主 这皇帝之前那么扣门 怎么突然之间 就这么大方起来 那么城市的谢家 搜刮了太多的钱财 领承着见面分一半的良好功德 真和 谢皇上恩典 谢严婉行礼退出 出门的时候 却看到皇后正跪在 御书房不远的地方 娘娘 皇上说了没时间见您 您还是快些回去吧 太子虽然被幽见 可皇上念着夫妻之情 并没有惩罚您呢 谢严婉只看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事已并没有看到 在她转过身的那一刻 皇后猛地朝着谢严婉看了过来 她的神情里头带着刻骨的恨意 恨不能将谢严婉当场斩杀 丫头 过来 怎么不去尝尝水 却跑到这里来了 本座的猫儿出门了 再等着她回来 今日 皇帝老儿突发奇想 送了一座宅子 可是跟你有关 本座只是请了 了臣大师去宫中 跟皇上探一探佛法 阿芷 我帮你碗发可好 下手倾斜 谢严婉得了好玩的 抓了一把她的头发 细致地从头顶梳下 傅又顽皮地捏了捏自己的一缕青丝 便悄然地打了一个结 阿芷 你看 结发为童心 恩爱 两不一 凤几指将谢严婉扑倒在榻上 不害臊的丫头 你是在跟本座告白吗 这次了臣大师帮了忙 我觉得应该请她吃顿饭 阿芷一下如何 你若是谢 也该谢本座 阿芷 谢谢你 没脸没皮的小妖精 您老有皮有脸 那你晚上别抱我 行了 本座命人请你的恩人来 你不是要表达谢意吗 准备去吧 凤几指起身的时候 谢严婉故意使坏 继续挂在她的身上 而凤几指竟也心安理得地抱着她 任凭她像一个大八爪鱼一样 黏在自己的身上 眼见的那房门近在咫尺 最终还是谢严婉的脸皮薄一些 我去厨房了 主子 这次进京途中 那批结伤您的红莲教中人 陈部已经审讯出来了 是 是门主 他传给红莲教的书信 言道您何时何地 到达何处 才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红莲教的人无用了 查到他们总舵之处 尽数杀之 那门主那边呢 听得陈甲谨慎地询问 凤几指却是默默不语 好一会儿才看着厨房的方向 眼中闪过一抹温情的 却跟那丫头说一声 就说 本座想吃面 属下这就去 四月十五 凤几指独发之日 也是她的生辰 啊 这怎么好好的想起来吃面了 可能是临时起义吧 谢阎婉并没有看清楚 陈甲眼中的难过之色 啊 这老妖妮 惯会挑嘴 婉儿丫头有心了 还知道给老娜 做一桌好酒好肉 嗯 不错 比我那不成器的徒儿强得多啊 老徒李月 谁是你徒弟了 多谢大师李斯帮忙 这是阎婉应该做的 阎婉感激不尽 主子 阿秀 你也来了啊 谁来吃饭的吗 哈哈 快入座快入座 嬷嬷 快坐吧 健壮 陆嬷嬷微微点头 便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 自始至终 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了成大事 嘿 你这小子没大没小的 怎么能让他给你盛饭呢 有本事 你也让嬷嬷给你盛啊 你 你这臭小子 老娜我有手有脚 才不学废人呢 你说谁是废人 不不不 哎呀 阿秀 我是废人 你别生气 来 吃菜吃菜 娃儿丫头 做菜真不错 有你一半的手艺 是跟着你学的吧 嘿嘿 阿秀 你尝尝看 这牛柳的味道 很鲜嫩啊 不巧 最近上火 吃不得辣 那 那你吃这个 这个不辣 拜火 牙口不好 吃不得酸 倒牙 辽尘大师 一道菜一道菜地试过去 每次都被陆默默拒绝 我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 老娜也吃饱了 你们慢用 他将袈裟撩起来 起身便镜子去追陆默默去了 啊 这是什么怨念这啊 阿芝 你知道内情吗 吃饭 阿芝 说吧 想问什么 某某跟大师的事情 当年的辽尘大师 乃是五台山方丈之徒 也是被前国师预言为 佛宗转世之人 他随师父进京见皇帝 却在宫中 对一个给他端茶的宫女 动了烦心 那时的方丈断言 辽尘会断送在一个情字之上 所以辽尘一心 要度过这一道情节 之后辽尘回归五台山 树节已过 他成了明满天下的了尘大师 那个宫女便是陆默默 不错 那既然他当初只为度劫 如今 却还要来纠缠默默是为何 他如果大抵是老了 得到的多了 便想起了曾经失去的 然而他已然是明满天下的得道高僧 即便是在一起了 也给不了默默名分 这不就是典型的 吃干抹精就跑吗 呸 老秃驴 还真以为是个正经人呢 会更嬷嬷不理他 这种人就是蹬鼻子上脸 不对不对 就是不要脸 他原以为二人之间 有些解不开的误会呢 合着 这人本来就是个和尚 如今玩也玩了 胖也胖了 这些年名利双收 又惦记起了人家的风韵油存 还想要来热一下几十年前的热菜 噗 你知道什么啊 他们的事情哪是那么容易能说清楚的 姚子张 你若是再纠缠我 我就杀了你 若你杀了我之前能原谅我 那你尽管动手吧 当年事出有因 我实在是有口难言 阿修 我并非有意赴你 哼 你纵事能言 我也不愿意听 滚 他数次想要说话 却终究没能将那句话说出口 那时了尘大师离开 本是为了救他 良久 他才微不可查地叹息了一声 转身离开了 临走前的那声叹息 仿佛一记重锤 砸在了陆默默的心上 他站在门后 死死地捂着自己的嘴 可那泪却如同断了的线一般 从手指缝里留下来 如湿了他的衣裙 游记当年惊鸿一撇 游记当年情深意重 可谁知后来 却成了每个夜晚里的梦魇 当年事不可说 皇后在宫门前跪了三天三夜 到底是让皇帝念起了往日里的情意 浊江太子 关在东宫幽禁一年 反思寄过 只是却留住了他的太子之位 为了平息这批人的怒火 皇帝再次下了一道旨意 封二皇子为宁王 西是宁人的宁 谢家被查封的那一日 正是百音阁开业的时候 吴雨生在二楼弹琴 虽被露面 可是那琴声鸟鸟 引来了无数人前来殿内 郡主 今日有劳吴大哥了 竟敢屈尊前来我这小小的店内招揽生意 不 该是我谢过郡主才是 您赠送的那三首曲谱 当事难求 实在是令人爱不释手 若是旁人 哪肯割爱 为郡主有大家风范 不想了 她这话刚一出口 儿后那大门就被人踹开 有蓝衣女子带着怒戎闯入 吴雨生 你为何要躲着我 你来做什么 出去 是不是因为这个狐狸精 你才躲着我的 胡大哥 这是你的朋友 不过萍水之交吧 我同他并不说 吴雨生 你要不要脸 本公主 为了你从大石追到你京都 你竟然说 跟我是萍水之交 大石 她若是没记错的话 那么先前二皇子带兵出征 与之对战的正是大石国 吴将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想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可是大石国的公主 你若是敢动我 父王定然不饶你 你大可试试 我能不能动得了你 大石的公主 就该老老实地在王城待着 你偷偷懵懵地来我西楚国 届时 我便是将你当的刺客给斩杀了 也没有人会知道 你这人 怎么这般歹毒 吴雨生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我不是刺探情报的刺客 你要保护我 公主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回大石国去吧 她是大石国的三公主 王子齐 前几日出现在我府门前 与我纠缠不亲 今日给郡主带来麻烦了 还望郡主赎罪 吴雨生 你对别人 态度都这样好 为何偏偏不给我好脸色 公主若是肯乖乖回大石国 本将也可以好言好语 同你想话 你做梦 是不是因为他 跟郡主无关 你别再来纠缠我了 死缠烂打有意思吗 现在 请你出去 我不 我说了 你是本公主看上的男人 除非你做我的驸马 否则我就一直纠缠你 你跟他什么关系 他是不是看上你了 所以才不理我的 姑娘 男人拒绝你 未必是因为他有心上人 你怎么不反思几过呢 大石国公主 也不过如此嘛 她说完这话 便要出去 却不想被王子齐 拦住了去路 大石国公主 难道就没有追求 爱情的权利了吗 反正我王子齐 这辈子就认定她了 她不同意 我就跟她耗一辈子 但是 你要是敢抢 我就 我就打你 我跟你说 我功夫很好的 你要是能打赢我 我就心服口服 我不 那也不服 反正 她一定得是我的 放心吧 我对你这位白面将军 没兴趣 但是 你方才踹坏我的门 你得赔钱 只要你对她没兴趣 一切事情都好说啊 不就是赔钱吗 我赔给你就是了 我 我的钱包呢 你们西楚国的人这么富裕 怎么还有小偷啊 怎么 没钱 罢了 钱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想要怎么处置我 西听尊便 或者 我给你写个欠条 等到我回大石国之后 命人给你连本带利还钱也行 小本经营 盖不赦账 公主不是没钱吗 那你就下去干活 比债 行 你是债主 你说了算 见他真的走到楼下拿起扫帚 开始清扫地面 谢言晚倒是诧异了一下 而后回过头来问道 吴将军 你是不是要给个解释啊 让郡主见笑了 先前两国交战之时 这位三公主误闯军营 差点被伤 当时末将恰好经过 便救了她 谁曾想 这公主却缠上了末将 她怎么会闯到军营去的 她当时想以公主的身份来交涉 好让双方指隔 唉 这事有点大呀 要知道 这位可是大石国的公主 若她真的戏处出事 怕是边疆百姓也要遭殃了 宁王知道这事吗 她还不知道 末将不敢跟宁王讲 怕连累了她 末将原先还曾想哄她回去 可那几日她却得寸进尺 末将无法 只得对她冷眼相待 希望她知难而退 自己走了 那你 对她真的没有什么感情吗 我 我爹 便是死于于大石国的战场之上 今日给郡主添麻烦了 末将先告辞了 吴雨生 我现在身上背着债务呢 等我还清了门板钱 再去找你 公主倒是个守信之人 那是自然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我说过的话不会食言的 你不许看别的姑娘 因为你是我的 吴雨生却对她视而不见 只是跟谢严婉拱手抱拳 转身便走了 喂 你真的跟她 没有关系吗 你以为我不是她什么人 即便是我跟她真的有什么关系 她能怎么着 你不能跟她有关系 因为她是我的 你看模样 不过也就十四五岁 小阿头的耐心能有几日啊 你怎么就能够确定她一定是你的 我就是能确定 因为反正跟你无关 她就是我的 主仆二人忙活得天色全黑 这才关门洛锁 乘了马车回凤府去了 阿芷 我都饿魂头了 走不动了 见到本座 团就飞了 今儿可累了呢 凤琪只爱极了她的撒娇 吩咐人将晚膳送到房内 自己则抱着怀中的坏丫头 大步流星地朝着院落走去 还好还好 她是有家室的人 这一下我可放心了 明以时为天 我人成不我期 时为天 那本座呢 其实还有后一句 阿芷为吴天 没羞没臊的小丫头 对了阿芷 但是国公主入京了 这是你可知道 说说看 怎么回事 谢尹婉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我看到吴将军耽用得紧 你说会不会出事啊 管他呢 真有本事 就将这京城闹翻天 反正这一潭死水 已经好久都没被人搅和过了 你这春水看上的不见事大呀 今日生意如何 今日赚了好多钱呢 没见过钱的小丫头啊 本座的库房你可去看过了 阿芷 我问你件事好不好 说 我是不是你的 小丫头 你还想是谁的 那 你是不是我的 你莫不是傻了 是不是吗 是 你是我的 那你的东西自然也是我的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阿芷 你库房里的宝贝都归我了 说完这话 他贼兮兮地从凤旗子身边溜走 一脸欢喜地朝着库房去了 这个醉丫头 说 这玉佩哪来的 小爷就是来典当部换点钱花 你要是收着就给钱 不然小爷去别的地儿也一样 听什么绑了小爷 老不死了 小爷警告你啊 我可是官府的人 部长演的东西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谁 这可是 福安 说出这玉佩从何处得来 我饶你不死 否则 大爷饶命啊 好好饶命 我说我说 这个玉佩是我那日随府衙的人一同去抄谢家时 得来的 谢家有一个很破旧的小院子 看着被封闭许窮 我一时起贪念 想着无人得知便顺出来了 拿着银子滚吧 此事若敢泄露 必饶不了你 驸马 这玉佩 着人去查 看看这玉佩 为何人遗留 这就是你住的客栈啊 谢姐姐 这太口囊了 你是异国公主 怎么能睡到这个破庙里啊 不成 你跟我回去吧 我给你安排一个住处 除了这儿 我哪儿也不去 为何 谢姐姐 你看 我住在这儿 只要一出门 就可以看到吴大哥的家了 我知道他不愿意见我 可只要远远地看一眼 我也知足 傻丫头 谢姐姐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拳脚功夫 最关键的是 我可以离他近一点 若是有姑娘 想要靠近他 我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行行行 那你就在这儿住着 好好守着你的吴大哥 郡主 您怎么来了 你见到王子齐了吗 不曾 他不见了 或许他走了吧 正好 他到底是个小姑娘 千里迢迢地跟你过来 为了你 素在了破庙之中 你即便当他是个朋友 听到他失踪了 也不该关心一下吗 你怎么能这么绝情啊 说出口之后 自己顿时便有些后悔了 你说 他住在庙里 还失踪了 谢严婉刚想要说什么 就见吴雨生 已然大步地走出门 还不忘回头问道 他是在哪个庙里 谢严婉顺手指过去 三人在这附近寻找了半日 才终于发现了王子齐的身影 好烫 他发烧了 简状 吴雨生当机立断地 将他背进了自己家中 大哥哥 别走 吴雨生的心顿时 纠成了一团 他记得 出狱的时候 王子齐也曾是这么 喊自己大哥哥的 你若是真的不喜欢他 那就要对他狠下心来 直接向皇上禀报 借用他的手 将功能送回去 岂不是更好 这样的一个好姑娘 可怜了他一片痴心 谢严婉摇头叹息 看了眼吴雨生 便见对方的脸上 也是一片黯然 子齐 你喊我一声谢姐姐 那我便同你说几句提起话 她的心里没有你 你何苦着他而遭遣自己 你还年轻 放弃吧 我虽是公主 可却并非在皇家长大 当年 大事国内乱 父皇躲避到一户农家 爱上了猎户的女儿 便是我母亲 其后 杀手追至此处 父皇在母亲的掩护下逃走 而她自己却受了伤 她曾想寻父皇 却得到了 她另取新欢的消息 后来 母亲带着年幼的我 东奔西走 可新王后 不知怎的知道了 我跟母亲的消息 派了杀手 要杀我们母女 母亲为求生存 冒险带着我逃至西楚国 那时母亲三日 没吃过一口东西 就在我们母女要饿死街头之时 是一个大哥哥 给了我一笼包子 再后来 王后的杀手没到 父王却带着人赶到了 她便寻良衣 母亲 却已是游进灯窟 死在了父王的怀里 那个 给你包子之人 是我与生 嗯 没错 就是她 去年两国交战 实乃是父皇生病 皇叔作祟挑起争端 这才引发了那场战争 父皇为子 成日叹气 我不愿父皇忧心 便侵去了西楚军队的营仗 想要找他们主帅谈判 可谁知 竟再一次遇到了她 所以 谢姐姐你看 上年注定让我再次见到她 就说明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缘分深厚 我是不可能放弃的 可是就算再有缘分 也提不过她不喜欢你啊 她不喜欢我 一定是我诚意不够 我再努力努力 她一定会看到我的心的 谢姐姐 你说对吗 我真是个傻丫头 公主 你玩也玩了 看也看了 总该跟着陈回去了吧 我不回去 耶律叔叔 劳烦您回去跟父王说一声 就说我喜欢这边的风景 要在这儿待个一年半载的再回去 父长 你这是胡闹 明日就跟我回去 我说了 一年就是一年 一个月 一年 两个月 一年 三个月 成交 见到这模样 耶律穷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又被这丫头套路了 该你了 喝 陈姨脸色微红 身子不着痕迹地往旁边一坐 好让那个妓子离自己远一些 却不料 下一刻 那妓子便又再次贴了上来 官人 可是奴家服饰不周吗 妹人 我这位兄弟可是一个储儿 所以害羞了 你快主动些 让他也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人间极乐 我说月三 你不讽刺小爷会死是吗 你才是厨呢 滚滚滚 小爷只是今儿没兴趣 去他身旁卖糟 小爷瞧不上你 大爷 您瞧他 妹人 大爷宠您 哎 嘿嘿 醉我美人稀 这才是人生啊 陈姨 一年不见 你还是这么的没气 我当然比不得你 毕竟 岳部屁事不做 一年到头都泡在欢场上 自然是各种老手 陈姨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喊了陈奖来 他也不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怎么着 你仗着跟在少主身边 就不将我们岳部的人 放在眼里了吗 咱们兄弟拖日不见 这别伤了和气 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 佳秋高 陈姨闻言 当时便撩了酒杯要走 却被人拦下来 难得咱们日月星辰四步 在京城巨手 陈甲没来便罢了 你若再走了 那可就不好看了 听到这话 陈姨才不甘不愿地坐了下来 到了月半子时 被灌得醉醺醺的陈姨 则由妓子的扶持 进了一间花房 临近门前 月三抓住那妓子 偷偷地塞给她一包药 待会儿啊 将这药下到她的茶水里去 是 夜半子时 有羹夫的声音隐隐传来 也成功地将发呆的巧碎 换回了神 她收回目光 傅又望了一眼那兔子灯笼 而后起身将内中的烛火吹熄 下一刻 内门便猛地被人推开 有男人脚步沉重地扑了过来 一把将她抱住 巧碎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陪我 你发什么酒疯 滚出去 然而她的挣扎 却换来了男人铺天盖地地吻 不要 陈姨 你放开我 好丫头 给我 滚出去 陈姨并未如愿地滚出去 反而一把将巧碎抱起来 起身压倒 细细蜜蜜地吻 铺天盖地而来 这一次 巧碎只觉着格外的耻辱 她挥招反抗 然而她的招数全是陈姨所叫 又怎么会是她的对手呢 陈姨 我恨你 滚出去 巧碎 你听我解释 昨夜里我是被人 昨夜里 什么都没有发生 现在 请你出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没有发生过 自明意思 巧碎 我昨夜被人下了药 可是不代表我什么都不记得 相反 昨夜之事 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不过一夜欢好罢了 我须你负责 你又不是我第一个男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 不过是一夜欢好 妹要发作事 若不是为了她 自己何之于苦苦的忍耐呢 若这真的可以那么随便 她干脆就用昨夜的机子不就好了 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自灭的意思 你 陈姨气地抓着头发 在房间内转了一圈 好 好得很 你跟我走 干嘛 散手 昨夜之事 你休想抵蓝 我现在就去向你主子提亲 我不需要你可怜我 你再说一遍 谁可怜你了 你 不过是睡过吧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又不是第一次同男人睡 眼前的姑娘哭得梨花带雨 可陈姨却只觉得自己几乎要被气炸了 她伸出手指着巧碎 嘲讽着温道 我为什么要可怜你 就因为你在庙里的遭遇 就因为你被男人轮了 所以你觉得自己脏了 需要被可怜 是这个意思吗 我理解的对吗 怎么 被我戳疼了 巧碎被她的模样吓到 她觉着自己下手有些重了 有些懊悔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再惹我 我就告诉你主子 上次送你到慎行司 混蛋 网白蛋 你给我松手啊 陈姨 你混蛋 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咱了 什么情况 听到下人们的议论 巧碎更恨不得将自己埋起来 可陈姨的脸皮却有逞强后 对过往之人视而不见 竟这样直直地将巧碎扛回了自己的院子 你疯了吗 你不是觉得我可怜你吗 那我就给你看一个东西 看到这些牌子了吗 上面的刻字是人民 每一块牌子便代表了一个人头 而他们都是我杀的 所以你觉得 在这样环境下活下来的我 如今还会有同情心 明告诉你 老子的同情心早在我杀第一个人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 更何况 在我眼里 你那些事算个屁啊 就在我告诉你 小爷今儿就把话撂这儿 我说了喜欢你 就是真的喜欢你 反正老子就这一颗心 你如果不要 现在就走 说完这话 陈姨一把松开的 自己则站起身站到了一旁 喂 你这丫头 你居然真走啊 不然呢 想走 小爷今儿给你两个选择 希望你接受小爷 正大光明地出去 要么你就在这屋子里待着 什么时候接受小爷 什么时候再出去 你这是无赖 你说对了 小爷还就是无赖了 反正你已经是小爷的人了 说到这儿 他又靠近了巧碎 压底声音暧昧道 有印记的 已经做了 没有的事 他这话方出 就猛地被陈姨捞进了怀中 低下头 便咬住了那张不肯服输的樱桃小嘴 现在你还确定 是我记错了吗 若是你不确定 我可以继续帮你回忆回忆 我 乐意至极 你无耻 小爷还有更无耻的 你要不要看 闻言 巧碎的脸颊 越发地红了起来 陈姨的心瞬间软了下来 将她圈在怀中 在她耳边低声嘻喃道 巧碎 我陈姨这辈子 从不相信女人 可你是第一个 别拒绝我 我要告诉小姐 是你欺负人 大不了我就再去一趟神行司 只要 能让我换回来一个媳妇 我想吃 冰糖葫芦 她带着撒娇的话一出口 巧碎的脸 便红得能滴出甩来 媳妇 以后咱家你涨钱 我跑腿 你看可好 谁是你媳妇 自然是你 我可是盖了张的 昨夜里谢言婉回去之后 到底还是没能逃过 某个小心眼的搓磨 直到后半夜 她被搓磨得受不住了 瘫软着身子 眼泪汪汪地求饶 某些人这才放开了她 等到谢言婉醒来之时 外头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而凤妻只早已起身 坐在窗前软榻上看书 晨曦洒在她的身上 为她的模样 更增添了几分折仙之貌 谢言婉一时看得有些吃 带得回过神来 又在心里暗骂道 我呸 分明就是个不知燕族的老狐狸 这般看着本座 莫不是一大早便饥渴了 千岁爷 您当所有人跟你都一样 我 什么意思 夸您呢 凤妻只还带问个明白 便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 姑娘 陈衣有事求你 进来吧 给小姐请安 给千岁爷请安 快起来 你可吃早餐了 一起吧 小姐 我不吃了 您跟千岁爷还没有用膳吗 那我待会儿再过来吧 姑娘 陈衣想要给您求个人 见她这模样和巧碎的羞涩 谢言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她回头冲着凤妻纸使了个眼色 却见那只老狐狸压根就没往这边看 紧撞 谢言婉倾咳一声道 求谁啊 我要娶巧碎 求姑娘成全 巧碎 你可愿意 巧碎 甚凭小姐安排 让我安排 那 若是我不同意呢 那陈衣就继续求姑娘 直到您同意为止 陈衣 你该知道 我一向是巧碎为妹妹 你想要娶她可以 但是我有条件 不能纳妾 不能着急 此生只能她一心 不得有二心 你要是能做到 我便给同意将她给你 请姑娘放心 纵然你不说 陈衣也绝对不会做出 这等负心薄性之事 那 若你违背誓言复了她 当如何 若有违背 当如此见 阿芝 她是你的人 说有一天真的做出了对不起巧碎的事 你可别拦着我 陈衣 自己去慎行司牵令状 令状若牵 一旦违背 臣步上下可合力诸之 属下 多谢主子跟姑娘成全 阿芝 太好了 这么开心 当然啊 他们的婚礼我要亲自布置 丫头 你想成亲吗 如果是你的话 我想 风冠霞配 高头大马 十里红装 你若穿上风冠霞配 必然漂亮 阿芝 我有没有说过 你最适合穿红衣 就像是画板里的折仙 简直没到勾魂射破 笨做到不知 原来婉儿也是这般注重皮像之人 那是因为这个皮像的内在是你呀 谢言婉这话一出 顿时便被凤妻子抱在怀中 而后者的唇 则从她的发尖划过 落下深深的一吻 谢言婉只觉得满心满眼 都被这个吻锁占据 她缓缓地闭上眼睛 归顺地依偎在凤妻子的怀中 诗意并没有看到 凤妻子眼眸里的挣扎与疼痛 十里红妆 风光打架 这原是婉儿应该拥有的 这日方从成衣铺回来 便见陈甲在低声地 给凤妻子汇报着什么 带着陈甲走后 谢言婉这才问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可知道你母亲的真实身份 讲给我听听 你这娘亲并非叫薛素锦 确切地说来 她应该叫庄彩薇 乃是当年苍州知府 庄横的独女 这样的话 这个庄字倒是对上了 可是一个知府 居然舍得给独女买那样名贵的欲吗 况且这庄彩薇 又怎么会变成薛素锦的 一个知府自然是买不起的 可是庄彩薇的母亲 却有些来头 乃是镇国公萧晴的嫡女 名唤 萧兰赵 我怎能从未听说过 有这么一个人 你没有听过 那是因为当年赫赫有名的 镇国公府 在给儿子娶了媳妇之后 二老便相继过世了 那一对儿子儿媳 你也不陌生 正是大长公主 上官营 和驸马 萧浩然 萧家 说起来那庄横也算是一个有学之事 他与萧兰赵情投意合 靠中状元 迎娶萧兰赵之后 并未依靠萧家的势力高攀 反而是外放去做了一个支线 不想他们半路遇到山贼 传说他们一家三口 尽数丧命 至于那庄彩薇 为何没死 反而还成了虚家的女儿 因着年代久远 所以本作也查探不出来了 只能猜测 或许是贼人留了一念仁慈 啊 这山贼卓士可恶 可是 那件事真的是山贼所做的吗 虽说这是一笔陈年账 可根据本作掌握的信息 能够肯定的是 萧兰赵夫妇的死 跟大长公主脱离不了关系 怎么哪儿都有她呀 照着这样算下来的话 大长公主害了萧兰赵夫妇 而萧念呢 又害了薛素锦 唉 这母女二人 还真是作恶多端呢 阿芝 萧浩然竟然将玉佩给了我 可见 她是知道我的身份了 你能查探出来的事情 她难道查不出来吗 你说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想要知道她们如何想的 亲自去问一番不就知道了吗 将玉佩和令牌给本作 阿芝 你要做什么 自然是替你这好奇的小丫头 查探个真相出来 我就知道 我家阿芝最好了 你这小丫头 惯会用嘴皮子哄本作 不知千岁爷今日大驾光临 所为何事啊 玩东西 这玉佩 对驸马爷的意义深重 还是自己收藏着的为好 这是阎婉娘亲的东西 理应归还 你给老夫是何道理啊 本作乐意 这就是道理 本作今日前来 还有一件事 我家那丫头好奇得很 萧兰赵 究竟是怎么死的 陆域山贼 尽数丧命 是吗 如果真如此 你又何必接了本作赠的药 那副药是你给的 凤琪只回应他的 不过是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 你还知道什么 本作还知道 镇国公萧秦当年何等的名望 如今的萧家 却败落在了你的手中 哦不 应该说如今的萧家 已然姓了上官 你这话 可是大不敬 本作大不敬的事 做得还少吗 好吧 我可以告诉你真相 赵儿夫妇 并非死于土匪之手 因为 那些所谓的土匪 是上官颖派出去的杀手假扮的 那庄采薇 又为何变成了薛素锦 这个我也不清楚 若非发现了这款玉佩 我竟不知道 赵儿的女儿 曾经活在世上 生子嫁人 更不知道 那苦命的孩子 后来 竟命丧我亲生女儿之手 那 他为何杀萧兰赵 这也是我想要弄清楚的事情 如今赵儿跟采薇已死 萧家血脉 便只剩下了夜晚一人 所以 我定然要护着他的 而你 对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本作的人 本作护着便可 至于旁人 不需要 难不成 你就这样让他 不情不楚地跟着你吗 他到底是个姑娘家 跟你合适 自然干我的事情 他是赵儿的外孙女儿 我是他的旧公 所以 我要为他证明 让他名正言顺地 入萧家谱 从今以后 萧家会忽悠着他 萧父马 对于你的话 本作拭目以待 可是在此之前 你还是先想好如何处理那位大长公主吧 毕竟 如今已经是五月末 她可活不了多久了 臣 萧昊然 状告大长公主上官营 毒杀陈母 害死陈妹一家 萧昊然 你可知自己在说些什么 回皇上 臣所言 聚聚属实 且人正 物正俱在 恳请皇上过目 传 老奴 叩见皇上 这不是伺候在皇姑母身边的赵嬷嬷吗 回皇上 这位乃是当年 陪侍在陈妹身边的柳嬷嬷 当年陈妹出世之时 她也在场 陈妹一家被杀 她在陈妹的拼死庇护之下 侥幸得了一命 承得百姓 状告公主 占良田 星土木 以示压人 害百姓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一些刁民的话 皇上也信吗 百姓的话不可信 那么她的呢 大长公主 郡主带你这位嫂子一向亲后 你如何能够狠得下心 竟杀害了郡主一家 还有老夫人 她哪里对不住你了 别忘了 当年你一心要嫁进萧家之时 老国公可是不同意的 若非老夫人 总然你是公主 也难进萧家的门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乡爷老妇 也敢来诋毁本宫 老奴如今是乡爷妇人不佳 当年 却是伺候在老夫人身边的 宁过门两年后 才随着郡主的出嫁跟了她 公主的记忆如今竟这般差 莫不是平日里忙着骇人 将心思都用在那上面了吗 一派胡言 本宫不认得你是谁 那她呢 公主 莫不是也不认得 都是诬陷 本宫没有做过 那么这些东西你又如何解释 万民血书 陈舅的令牌 还有那一封泛黄的书信 小浩山 你等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吧 怪不得 人说床前人 心头刀啊 好啊 本宫倒是不知道 你这个驸马 竟然是这般的贼子心肠 求皇上主持功道 还郑国公一个秦明 先帝 此事你如何看呢 郑国公为国出力 曾是我西楚的中流砥柱 他一句话 却点明了此事的方向 自然是合乎皇帝上官玉心内所想的方向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上官营虽为皇室公主 可杀害婆婆又害死小姑一家 罪不容恕 爱人 将上官营押入天牢 若三四阎山 给天下一个公道 真是一出好戏啊 嗯 可惜女子不能上朝 不然我倒是可以看看 今日那般模样 定然十分的壮观 今日的戏看不得 等到三四会审的时候 本座带你去看戏 如何 就知道我家阿芷最好了 不过那大长公主真的会这般蠢 留下证据吗 小丫头 原来你还有些脑子 你才没脑子呢 证据吗 只要看他人信了 那么是真是假 又有什么大碍呢 咱们这位肖父嘛 还真不是知宿的呀 大长公主吴德 生性恶毒 念及其有功在身 死罪可免 拙 只夺公主封号 便为庶民 今此 数字 他竟敢如此对本宫 陈官营 你如今以为庶民 这般诋毁圣上 可是死罪 一个鹰狗 也敢侵辱于本宫 我要见皇上 那位内侍剑回应他的 便是将那圣旨扔到了他的身上 转身便走了出去 你们这些公奴才 本宫要杀了你们 这老妖妇 到了这般境地还这么猖狂 秋后的骂扎而已 虽说没让你看成三思会神 不过这一出戏 也算是弥补了 咱们走吧 谢尹婉刚要答应 呼听到外头有人走近 他怎么来了 你来做什么 看我的笑话吗 皇上虽然下旨说免于你的死罪 不过你不会以为 他真的会这么好心吧 从他说了 免于我死罪的那一刻 我便知道 会有人给我送酒 只是不曾想到 却是你 是谁都无妨 只要引下之人是你 便可 为什么 夫妻近四十载 你为何要对我如此绝情 因为你杀了穆金和赵儿 赵儿 叫得好生轻热啊 她是我妹妹 萧浩然 你可真是会自欺欺人啊 你当本宫不知道吗 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妹妹 枉费你姓一个萧 也不过是萧情的养子罢了 你那点心思 我知道得清清楚楚 可惜啊 你对她倒是情深义重 人家的心里 却根本没有你 我不准你污蔑她 赵儿是我的妹妹 自始至终都是 全天下也只有你那个愚蠢至极的好妹妹 萧兰赵 才相信你跟她是兄妹之情了 你当你那早死的娘不知道吗 就算如此 也不能成为你灭了萧家满门的理由 那就怪婆婆了 谁让她知道了萧兰赵的死因呢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上官营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 也是为了我 其实方才我给你喝的不是毒药 而是续命的药 我会让你亲眼看着 你的子嗣是如何父王的 求爱故生不 求爱故生恨 至上官义 倒是将这句话做到了极致 哼 一个蠢货罢了 想不到 你竟也能说出这般话来 这么说来 说有一日我不在你身边 你也能选择成全 腿长在你身上 本座还能拦着不成 不过本座从未学过成全二次 你跟谁走 本座就杀了谁 阿芷这本好 我为何要走 看戏累了 走不动了 要看戏的是你 如今喊累的也是你 可要回服 阿芷 我要吃真紫苏 娘娘 如今太子和我外祖母 都是被谢阎婉那个小贱人所害 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才能防止那小贱人趁需要入啊 我为鱼肉 就算是保重身体又如何 林郎 你是个好孩子 一而不能耽误你 等回头 本公便跟皇上提及 让他放你 嫁个好人家 林郎对太子忠贞不二 失死不嫁旁人 可是如今那血严婉如日中天 我们又能如何呢 只要他死了 再如日中天 又如何 孩子 你可有主意 娘娘 不知您可有什么主意吗 高山火海 林郎都心甘情愿 林郎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娘娘 这谢琳郎背后再无势力 已是一个废人 您何必跟他多费口舌呢 废人又如何 本公依旧能够变费为宝 婉儿 这谢萧瑶虽是你爹 却从未尽到职责 他不配做你爹 以后 就让旧宫来照顾你 好吗 国公爷 不必了 外祖母被谋害致死 您能够让他成员昭雪 真和已经很满意了 至于入萧家族谱之事 我既然已是千岁爷的人 那么前尘往事 便如浮云 以后有他的庇护 我入不入萧家族谱 都已经无声大碍了 婉儿 当做是 做旧宫的 想要给你一些补偿 可以吗 哎呀 既然真和不愿意 那就算了吧 哈哈 黄姐 就算不入族谱 难道就爱着你这个 做旧宫的 对他好了吗 父亲薄情寡义 为了心欢赋了母亲 所以 真和想求皇上 准许我将母亲的坟墓 签回萧家 其他的 真和别无所求 谢小瑶 你可听到了 是 罪臣领旨 只是 罪臣的发漆 只有一官种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回皇上 当年 当年安平郡主 山渡 不准贪入 谢家祖坟 而是命令下人 将宿锦的尸首 错过 错过 阳 阳辉 母亲 皇上 小年 虽是我的女儿 可是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她此事做得太过恶毒 就算是老臣 也不能容的 因果循环都是报应 来人 传阵的旨意 将蓝渊郡主 衣冠种 以郡主之力 迁入萧家 安平郡主 萧念 罪恶滔天 卓废除 萧念郡主之位 将至 错骨扬灰 谢小瑶 纵其杀人 罪无可赦 念其有功于 社稷 将至流放 西北苦寒之地 永不得悔 罪臣 多谢皇上 龙恩 先前只有凤七指时 府上谁都不敢 踏进来半步 而是自从 谢严婉的身份 节节攀高之后 京城的这些个 达官贵人们 便在谢严婉的身上 打起了主意来 好容易等到客人们 都走了 谢严婉更得以 喘几口气 就看到凤七指 湿湿然地 从外头走了进来 您老这是 掐算好了吗 本作不是早就说了吗 无关紧要之人 赶出去便是了 那些阿猫阿狗 也值得你取下功夫 那赶快青岁爷 谁才不是您心中的阿猫阿狗啊 他这话一出 却见凤七指不懈地 打量了谢严婉一眼 而后扬长而去 凤七指 你阿笔是谁呢 姑娘 姑娘该用午膳了 不吃了 今日厨房里 做了桃仁鸡丁 西湖醋鱼 杭椒牛柳和红烧狮子头 当真不吃吗 吃 嬷嬷 我胖了 不成 我得减肥 嬷嬷 晚上吩咐厨房 蒸一龙细黄包 再加一剔粉蒸肉 凤七指 本座在哪 叫本座何事 嗯 今日宫中内侍送来 请帖 倒是 下月初三 皇后在宫中小宴 也命让我去 不去 皇后特意阻了这个局 我若是不去闯一闯便怕了 岂不叫旁人笑话 你这不是打定主意了吗 那又问本座做什么 因为我是你的人呀 万儿 本座与你也算相熟 看你又格外投缘 倒是忍不住 想要替你操一番心了 得娘娘厚爱 真何惶恐 傻丫头 这有什么惶恐的 本座没有女儿 这原先不觉得什么 可是见了你 本座才惊觉 要是有个女儿多好 好在本宫有个儿子 虽说不成器 可生得倒是相貌堂堂 你若不嫌弃萧儿 与她做个正妃 也好陪着本宫这个老婆子 可好啊 您那一片好心 只怕真何事要辜负了 真何自认为配不上宁王 还望您能够为他另则嫌妻 哦 莫非你看不上萧儿 非也 您问很好 乃是世上难得的好男儿 只是真何一心 为戏于九千岁 一日为夫 一世为夫 一个太监 也值得你没名没份的跟着 娘娘 九千岁最为太监 在真何心里 却是唯一的夫 况且 君子不分高地贵贱 罢了罢了 原本也是本宫强求 不该勉强你的 你既有心悦之人 本宫又怎么能拆散你们呢 多谢娘娘亮节 好了 本宫有些乏了 你先毁吧 谢阎婉这前脚刚出去 后脚便见莲贵妃的脸 阴沉了下来 方才可将东西下到他身上了 回主子 已经放了 那就好 去 把二皇子引过去 谢阎婉一路行得飞快 宫中的风景 如走马观花一般的掠过 却无心观看 却不想 他刚走上木桥 那桥上的栏杆 并猛地断裂开了 谢阎婉一个步防 整个人便直直地朝着 那木桥之下的湖水之中 摔了进去 身体朝着水面 滴下去的瞬间 谢阎婉顿时便想要一遇而起 然而此刻的他才惊恐地发现 自己竟然一丝力气 都使不出来了 宁王 真和 你没事吧 无妨 汪才多谢宁王 说不是你 我怕是免不了下水遭了 小事 不止一提 宫门就在前面 郡主去吧 本王还有事情 就不纵你了 见他避嫌 谢阎婉十分满意 当下便再次谢了上官汗霄 自己湿湿然朝着宫门口去了 母妃 那软骨伞是怎么回事 什么软骨伞 母妃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什么 儿臣自认已然说得十分清楚 母妃你为何要一意孤行 儿臣今日再说一遍 真和再好 儿臣都不会要 所以还请母后你死了这条心吧 这就是你和本宫说话的态度吗 那母妃想要什么态度 儿臣好说歹说您听了吗 母妃也说过 你不喜欢她 收到房中不碰便是了 你可知道有多少人想取真和吗 母妃 事已至此 儿臣就直说了吧 儿臣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 那家的姑娘 这普通人家还三妻四妾呢 你是王爷 怎么能只娶一个 等到时机成熟 儿臣自然会将她带到您的面前 谢阎婉 我外祖母出事 是不是你搞的鬼 谢连郎 有病就得吃药 坚人 一定是你 你这样恶毒 不怕遭天遣吗 你脑子是被狗吃了吗 谢家现在遭受的这一切 就是在遭天遣啊 谢阎婉 你这样祸害家门 你不得好死 她这话才出口 呼得感受到一股静风传来 不会说话 这张嘴就不必要了 来人 将它拖出去喂狗 谢灵郎很快便被人堵住嘴拖走了 阿芷 你怎么出来了 连一个砸碎都处置不妥当 要你何用 有阿芷在 我没用又如何 听了她这话 凤妻芷脸色虽然没变 可是那唇角 却勾起一个浅浅淡淡的笑意来 她刚要去揽谢阎婉的腰支 却猛地神情一变 将她一把拽进了自己的怀中 阿芷 在外面呢 你在宫中的时候 遇到什么事了 在她严肃的神情之中 谢阎婉 乖顺地就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我发誓我真没有吃连贵芬那一口东西 尽她这模样 凤妻芷直接将那谢阎丸打横抱起来 而或在她的惊呼声中 直直地朝着院内走去 这是怎么了 她中了软骨伞 软骨伞 是个什么东西 天门密钥 这丫头 怎么会招惹了天门的人 这得问她了 没脑子的东西 谁的地盘都敢去 想必对方没有恶意 不然 天门内 拿那么多霸道的毒药 为何对方只给她下了软骨伞 哼 这次是软骨伞 下一次保不准是什么呢 阿芷 天门是什么地方 软骨伞又是什么 闻言 凤妻芷 只是丢给她一记冷冷的眼神 反倒是洛青燕好心地解释道 天门 乃是江湖中的一个帮派 而这软骨伞 乃是天门密钥 沾染之后 不管多高的功夫 都会发挥不出来 只能任人宰割 阿芷 莲贵妃是天门中人 不是 她是天门门主的外孙女 怎么不早跟我说 不然 你以为这皇宫之中嫔妃那样多 却唯独只有莲贵妃生下了儿子 我今日头的撕破脸 会不会对你造成麻烦 本座倒是巴不得她们找麻烦 不过在此之前 本座却先要去寻她们的晦气 你做什么去 阿芷 你别胡来 哼 本座的女人 也是这般好欺负的 秦妍 会出事吧 风大哥很久没有这样失控了 婚儿姑娘 你很厉害哦 姑娘放心 那天门之人虽然厉害 可咱们圣衣教 又岂是范范之辈 主子不会有事的 陆默默这话一出 便发觉自己失言了 脸色微微一变 圣衣教 我说的是私礼剑 姑娘莫不是听错了 其实这两日太过烦累了 老叔 你这两日都去茶楼酒馆之地 帮我打听一下这个圣衣教 妻妻要小心 莫要让人察觉了 小姐放心 奴婢定不辱命 事情办得如何了 主子 刘家三十六口 记忆除掉 唯独剩了一名老嫂 记忆将那些证据 放置稳头 很好 其他三部 可有什么动静 岳部聚不配合 日部阳奉阴违 唯有星部还算听话 这番来京城的 是岳三吧 上次 也是她给陈衣下的魅药 回主子 是陈衣无用 竟中了这等低劣手段 她有胆子做 想必就有胆子承担吧 主子 门主才对您不满 若是此刻除掉月三 会不会 会有如何 去吧 谢姐姐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哦 什么好消息 难不成 还能是那位木头将军 跟你求亲了不成 她今日跟我说 她愿意接受我 与我共度余生 子齐 你这万年铁术 居然真的开花了呀 快给我讲讲 她是怎么说的 原本她是态度很冷淡的 可是今日不知怎的 我在向她表白心意的时候 她还说 余生漫长 愿意与我一世 她是突然答应的 也不算突然 毕竟 我追求她这么久了呢 见她眼中满满的情意 谢言婉努力压下那不好的预感 您笑道 哦 也对 子媳 你 跟她好好的 等到你们大婚的时候 我再送上一份大礼 好 那我就等着 谢姐姐的大礼了 小姐 奴婢打听到 关于圣衣教的消息了 出来听听 听说书先生说 那圣衣教乃是西楚国 近十年来 崛起的一股江湖势力 据说该教 一正一邪 不过十余年的功夫 便发展成江湖第一大脚 据说呀 那圣衣教最大的资金来源 便是靠杀人 杀人 对 小姐 还有一件事 昨夜流失狼府上 出事了 全家三十六口人 无一幸免 唯有一个开门的老嫂 活了下来 据现场留下来的证据表明 此事十之八九 与凝王有关 刘侍郎 是不是之前 经常去谢府找父亲那人 正是他 阿芝 今儿怎么起得这么糟啊 已经日上三竿了 如何算得糟 你可知道什么消息吗 怎么会连着有人被杀 不过是一些小事罢了 也值得你来操心 怎么会是小事呢 这可是百余条人命 而且我听说 这里面的线索都指向了宁王 他这话一出 凤妻指手中的狼嚎笔 瞬间扔到一旁 你在关心他 嗯 我总觉得 这像是一个针对他的圈套 阿芝 此事跟你没关系吧 你怀疑本作 阿芝 我不是怀疑你 不管你有没有参与其中 你的处境都十分危险 毕竟此事事关重大 而且我总觉得 这背后肯定 还是有没想通的地方 你便是真关心他 也爱不着本作的事 说完这话 凤妻指竟不再搭理谢严婉 见他这模样 谢严婉便知道 这货是炸毛了 阿芝 你莫不是吃醋了吧 哼 我说千四爷 您的奏折都拿反了 本作就爱反着看 与你何干 嗯 阿芝 其实 我真的不是担心 你们会如何 毕竟他是皇子 可是我担心你 在你眼里 本作便是这般无用吗 我家阿芝自然是最厉害的 可是暗箭难防啊 放心 此事不会拨及到本作的 谢严婉也不能再问 只是将这件事情压下 言笑艳艳地 同他说起了王子齐的喜事 哼 就怕喜事变悲剧 阿芝 你是知道些什么吗 你当那吴雨生 为何会突然转变态度 不过就是那位搞得鬼罢了 咱们这位皇帝 拿吴雨生的老母亲来威胁他 要让他亲自向王子齐求取 可是这样一来 岂不是造就了一对怨偶吗 哼 怨偶又如何 只要是有用的棋子 那就够了 你当咱们的皇帝谋略 仅仅如此而已吗 皇帝还让吴雨生做了什么 不做什么 不过是用吴雨生的母亲做威胁 让他去大石国做一枚棋子 在必要的时候 以他反水 这可是咱们这位皇帝 最擅长用的计谋呢 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要知道当年的南越谷 便是这般被灭掉的 说皇帝这般卑鄙不吃 这事还真是不大好办 别人的事情 你那般上心做什么 且等着看后续便是了 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他们 如果是一个大男人 连这点担当都没有 那就枉为男人了 罢了 你说的对 去 卓人将吴家老太护起来 是 属下这就去办 只是那神情里头 到底带出了几分感叹 自家的主子 如今是越来越有人情味了 往日里的这些事情 他怎么会去管呢 而他这一切的改变 都是因为谢言婉 真和给祥嫔娘娘请安 原来是真和郡主 快进去吧 皇后在里面等你呢 闻言 谢言婉微微点头便要进去 可是在跟着祥嫔 擦肩而过之时 却听到他微不可查的 用只有他们两个人 才能听到的声音 悄然地说了两个字 小心 真和来了呀 快坐吧 真和给皇后娘娘请安 娘娘万福亲安 本宫在宫里烦闷 所以便找你们几个来 说说提及话 你们可别嫌本宫烦呢 哎呀 娘娘这是说的哪里话呀 能进宫陪您 是臣父们的荣幸呢 其实今日叫你们过来呢 还有另外的一件事情 来人将他带上来吧 皇后娘娘万福今安 娘娘 您这是从哪里找到这样 奋雕竹的小人 看着就可人疼呢 真和 怎么不认识他了吗 这是你妹妹呀 琳琅给姐姐请安 好妹妹 快起来吧 上次在公主府一别 我还很担心你呢 如今见你过得很好 我也就放心了 如今谢家虽然败落 可是当时的亲事 本宫却不能不认 再加上太子前些十日 犯了一些小错 皇上更是觉得 应该让他澄清约束一下自己 所以本宫决定 等到八月的时候 便给琳琅和太子完婚 恭喜娘娘 谢谢娘娘 姐姐 你不为妹妹高兴吗 自然高兴啊 只是我这人嘴笨 不会说那些吉祥话 嗯 就祝妹妹跟太子 白头偕老 子孙满堂吧 皇后的同仁紧紧地缩在了一起 别人不知道 可是她却清清楚楚地知道 自己的皇儿被伤了子孙根 更遑论说有什么子嗣了 姐姐之前我年少轻狂多有得罪 这一杯酒算是我给你赔罪 妹妹都这样说了 我怎么能不原谅你呢 姐姐我不是故意的 呀你的衣服脏了 娘娘 琳琅不小心将姐姐的衣服弄脏了 还请娘娘借用一下更衣店 让琳琅陪着姐姐去换一套衣服吧 无妨 快去吧 难不成 这是提前算计好的 多谢娘娘抬爱 不过珍和的衣服不脏 换衣就不必了 这怎么可以呢 虽说是夏日 可到底是要留神血 要扶去跟着你们去 本宫也放心些 如此珍和便谢过娘娘了 好妹妹 你笑什么呢 自然是 像你我姐妹 能够和平共处啊 琪琳琅 你莫不是被狗咬着脑子了 你 郡主 刚衣店到了 您请 我说谢阎婉 你不会是怕了吧 莫不是不敢进去 觉得我会害你 你这般猴姐的进来 莫不是要看我换衣服 好姐姐 我倒是没兴趣看你换衣服 不过 有人会十分乐意哦 谢阎婉 说你没脑子 你还真是不辜负这句话 死到临头 你还敢这么自应 是吗 谢阎婉 都被人拿来当枪使了 你还有心思冲我发威呢 谢阎婉 就算是死 我也要将你拖下地狱 你还真是天真 带我下地狱 也不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给我动手 将她拿下 砍死她 谢阎婉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看着店内凭空出现的 陈炳二人 自己则将匕首 架到了想要逃跑的女子身上 谢阎婉 这些都是皇后的事 你竟然敢 那又如何 皇后不会放过你的 谢琳琅 是这里吧 你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不明白没有关系 我明白便够了 当初奶娘的那一箭 是你设的吧 这个位置 没错吧 我 姐姐 我知道错了 求你饶了我吧 我 我去给奶娘分钱 磕头数罪 我杀了你 那么 谁来杀了奶娘呢 姑娘 有人来了 听得这话 谢阎婉眼神微微一愣 就被谢琳琅得了机会 吵着外头便跑了出去 既然她那么喜欢水 那就丢下去吧 谢琳琅刚跑出店门 刚想要呼救 便觉着身子被腾空猛地弄起来 而后便重重地落进了湖水之中 好妹妹 全了你喜欢这样的死法 那我成就你可好 我这就是在救你啊 你如今孤身一人留在世上这般可怜 我送你个合家团圆 可好 谢阎婉 你这样是要做报应的 从你将我推下水 又杀了奶娘的那一日起 谢阎婉 就已经是一只索命猎鬼了 她这话格外的阴冷 而谢琳琅再也坚持不住了 一双手软软地松开谢阎婉 往水中沉了下去 来人 救命啊 有刺客妹妹被推下水了 救命啊 救命啊 郡主 您受伤了 奴婢带您去找太医诊治 眼见的她搀扶着自己 谢阎婉莫莫名觉得有些古怪 这宫人眼神虽然真挚 可她就是没来由的排斥 郑和给娘王殿下请安 你这是怎么了 速速带郑和郡主去诊治 是 血纹 他们二人可见到面了 娘娘放心 他们不只见了 小儿说了话 那就好 此二人 一个都不能放过 你对自己下手够狠的呀 你怎么知道 我乃是医者 若是连这么明显的伤口都看不出 岂不是叫人笑话 洛家人无能 那 宫中的御医也能看出来吗 那秦庸医 也配跟我比吗 那些刺客 毕竟是咱们的人杀死了 若是全场就我一个人毫发未损 岂不是有人怀疑 我这一刀换谢灵狼一命 不亏 呸 她的命 哪比得上供养你重要 说是庸医还真不为过 待我将这些药换了吧 这药不妥吗 为你看诊的太医 在宫中看诊惯了 凡事小心谨慎 这几围要放在一起 无功无过 但想要你的伤口彻底转好 没有个两三月 绝迹不成的 出什么事了 谢灵狼死了 宫中盛传 是宁王所为 这怎么可能 人分明是我杀的 宁王又不在现场 怎么会传出这样的消息 因为 打捞出谢灵狼失手之时 他的手里攥着一块玉佩 而这块玉佩 正是宁王贴身之物 这不可能 既然栽赃嫁祸 我去找阿芷 他人呢 姑娘 主子不在府上 不在 他去哪了 姑娘就别问了 主子这次涉及机密之事 所以不能透露行踪 皇上 此时您一定要为臣妾和叶儿做主啊 姐姐 这饭可以乱吃 脏水却不能乱泼 萧儿为人忠厚正直 断坐不出此事 郡主 请吧 珍和参见吴皇万孙 平身 不知皇上 传唤珍和前来所为何事 你还有脸问 她毕竟是你妹妹 你还如此黑心 竟然我都别杀了她 灵狼死了 珍和郡主还真是做得一出好戏呀 昨儿楚楚可怜地说谢灵狼落水的 不也是你吗 昨日宫中遭贼人 皇后您的人赶到的时候 妹妹虽落水 可还能说话呢 谢严婉 你以为靠着几句漏洞百出的谎言 就能洗脱你身上的罪名了吗 刚闻皇后 珍和有何罪名 与宁王私会乃其一 被发现之后灭口千美为其二 人种物证俱在 你以为自己抵赖得了吗 昨日李奴婢经过更衣店 听到有人呼救 不想过去看时 竟然发现宁王捏着谢小姐的脖子 将她扔在了水里 而当时郡主您 一扇不整 就在一旁看着 皇上 此女一派胡言 事实并非如此 起来说吧 朕绝对不会只听一家之言 便操监人命 回皇上 昨日李 珍和的衣服被妹妹不小心 泼了一杯酒 其后 她随我一同去更衣店换衣服 不想那里竟然有一群黑衣贼人 大开杀戮 珍和与贼人打斗 反而被其所伤 而琳琅 更是被吓得一脚踏空落水 其后我呼救之时 子女出现 将我带回凤衣宫 请太医诊治 途中 倒是偶遇您亡 珍和不知皇后 为何会颠倒黑白 昨日李的太医是您请的 琳琅 是您吩咐人救的 就连负伤逃走的刺客 也是您派人去查看的 可是今日 您却只字不提 你这是在狡辩 皇上 臣却昨日李师给她请了太医不假 可是却是因为她说 看到妹妹落水受了惊吓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伤口 宫中守卫森严 哪里会有什么刺客呢 况且 就算真的有刺客 如果是专门为了行刺你 为何不在宫外 反倒是选择在这侍卫遍布的宫内呢 老二 朕想听听你的解释 儿臣坦坦荡荡 此事非儿臣所为 所以并无要解释的地方 父皇 求您给儿臣做主 儿臣深知自己无用 只求后半生能齐而营绕 平安多日便心满意足 琳琅与儿臣 自有相识青梅竹马 他这一死 儿臣可要怎么活呀 身为太子 为了儿女情长成何体统 启禀皇上 昨日李真和郡主受了惊吓 脉象有些乱 所以微臣给他开了 尽心宁神的方子 你在撒谎 此日李 分明是你给本郡主 包扎的伤口 为何竟然却抵赖 郡主 昨日微臣给您起脉的时候 您身上还没有伤口呢 怎么这出了宫之后 反倒多出一道伤来 皇上 那块玉佩 并非萧儿贴身之物 是臣妾赠给郑和郡主的 你为了撇清关系 竟让郑和郡主 一个人承受着过错吗 身为长辈 你是不是太狠毒了一些 你闭嘴 这块玉佩 本宫早就送给了郑和郡主 切纳之后 本宫还许以郑妃之位 郑和郡主都没同意 敢问 郑妃和司通的名声 哪个好 父皇 臣和郡主是冤枉的 这玉佩确实是儿臣贴身之物 只是在三日前丢失 至于母妃所说的话 不过是护有儿臣心切 还请父王恕罪 孝儿她血气方刚 可惜却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她为了护着臣和郡主 她 她竟然撒谎了 母妃需要信口开河 儿臣自认光明磊落 无愧于心 相信父王自有公道 你们这是将朕当皇口 小儿戏耍吗 皇上 经照尹求见 请进来 皇上 大司马 临朝一家 被禁书 灭门了 你再说一遍 已经是第五桩了 朝臣命官全家都被灭口 实在是罪大恶极 请皇上定夺 查 给朕查个水落石处 一定要找出凶手 这是在现场所发现之物 你该不会告诉朕 你连这个东西都丢了吧 不曾 儿臣并未参与此事 也不知详情 此事与儿臣无关 事情没有说清楚之前 你就先去大理寺待几天吧 来人 将真和郡主送到陈西宫 没有朕的命令不得外出 谢尹婉眯着眼睛 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不想他这懒腰才伸到一半 就听到有男人鄙夷的声音响起 没心没肺的东西 你倒是睡得着 凤七指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呢 不知道 凤七指腻了谢尹婉一眼 诗诗然地走到桌子前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不想凤七指刚沾到嘴 就见谢尹婉赤脚下地 一把夺过他手中的茶盏 自己咕咚咕咚地全给喝了 你老去哪儿了 小丫头 你没穿鞋就敢下床 从谢尹婉这个角度来看 只能看到凤七指的半张脸 然而 那眉眼中的角色却是显露无遗 怎么 进了宫就傻了 你猜傻了呢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去做什么了 做该做的事情 倒是你 怎么这般不长心呢 进到圈套 也要往里钻 你老最聪明 可你又不在 我能怎么办 以前谢尹婉以为自己很聪明 身为杀手 他是杀手组织里头培养出来的 难得的全能型人才 可是穿越到了这个世界之后 他才发现 恢复了冷兵器的地方 他其实只是一个拳脚功夫 稍微好一点的 废物 平日里在本座面前的嚣张气眼 都喂狗了 陪人欺负的时候 你倒是能耐了 不过此事也怪不得你 这里头的猫腻可伸着呢 怎么回事 宫中原是有本座安插之人的 可是这一次 却是丝毫风声都没收到 罢了 事已至此 前辑行事便是了 阿纸 你一定有办法的 是不是 你倒是相信本座 因为 你是我的阿纸啊 这张嘴啊 小妖精 将这两日的情形 与本座说说 你说 谢琳琅完好的 出现在了宴会上 哎呀 我这个脑子 果然是生锈了 阿纸 有没有药品 会让人一瞬间好转的 有 不过 这是一种禁药 那种药 名唤芳华 得到芳华容颜的同时 却也在腐蚀着身体的每一处 依据那要亮的大小 最快者 当日便能暴毙而亡 他十之八九 是服用芳华了 那么 我们是不是该着手查探了 放心 有人比咱们更急 就让他们去办吧 千岁当真是从会过人 过奖 过奖 本座替你解决了 这么大的一个难题 你是不是也该有所回报啊 呸 青年白日的 您老人家要点脸 扯吗 不扯 凤七指从怀中掏出一瓶药 给他上药 哎 没脑子的玩意儿 本座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蠢货呀 可那话虽然凶 凤七指手上的动作 却异常的轻柔 傻不拉鸡的模样 真臭 凤七指 谢谢你 属下求姚 给小主子请安 邱先生 这件事 先生可有结法 这又何难 此乃老夫研制出的新药 名幻知心丸 只消服下一颗 便可叫人在一个时辰内 进土真言 臣妾给皇上请安 若是为了给老二求情 那你可以回去了 皇上 臣妾只是想要您听一个人的证词 带进来 你又让他来做什么 臣妾只想当着您的面 问几个问题 罢了 问吧 本宫问你 那日之事 事实真相 究竟为何 你从事招来 回娘娘 那日皇后定下了两条计谋 她提前判了杀手埋伏在更衣殿中 等到谢琳郎 带着真和郡主前去 便杀之 其后 便让奴婢前去查看 若是真和郡主身亡 便将她的死 嫁活到谢琳郎身上 若是她侥幸存活 便带其离开 而后着人杀死谢琳郎 嫁活给真和郡主和宁王 皇上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真相 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套真相 却就真听谁的 雪文 本宫问你 你说的这些话 可有证据 皇后为防打草惊蛇 所以那批刺客 是在京都西城 三街上的殿中所请 当时去请人的 是雪宁 有当日的出宫记录 其二 当日谢琳郎身上有伤 皇后为了让她完好的出现在宴会上 命人配了芳华之药 那药乃是刘太医所配 来人 按她说的 去查 皇上若是还念及一点夫妻之情 还请您给臣妾一个机会 让臣妾问清楚姐姐 她为何要这样对臣妾的笑儿 你待如何 下一刻 年贵妃便拿出了那颗药丸来 将她的用途说了一遍 此物 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而能有一个时辰 使人口吐真言 将这药喂给姐姐 臣妾想知的答案 一问便知 所以 血文之所以说真话 是因为你为了她这个 是 皇帝却盯着她手上的瓷瓶许久 方才伸手接过 谁都不许跟着 眼见的皇帝朝着凤怡公走去 莲贵妃的脸上 瞬间露出了一抹阴狠的笑容 姚嬷嬷 吃了吧 皇上 这 这 朕要问你几个问题而已 死不了人 吃了 听到皇帝 听到皇帝这话 姚嬷嬷嬷的心中 不安更加的扩大了 还未等她说完 就见皇帝一个眼神示意 旋即便有两名御林军 摁住了姚嬷嬷 将那瓷瓶里头的墨色药丸 塞进了姚嬷嬷的口中 谢林郎之死 你可有参与 有 事情真相究竟为何 皇后有令 以谢林郎为诱饵 陷害宁王 与珍和郡主 皇上 您别听她所说 她这是在陷害 皇后娘娘 老奴所言 皆为事实 皇上 此时臣妾根本不知情 一定是这个老雕奴陷害臣妾呀 求皇上您明鉴 臣妾是个什么样的人 您还不了解吗 臣妾连蝼蚁都上前不忍心杀死 又如何会谋害别人呢 皇后哭得梨花带雨的 也自重了皇帝最柔软的心放 可是与此同时 她又有些失望 不管她再如何不愿意承认 可是如今的皇后 是真的与当年不同了 既然如此 将姚嬷嬷拖出去 掌臂 你好自为之吧 皇上 皇上前见知错了 姑娘 快来跨货盆吧 我是从宫中回来 又不是从老里 快来 去去会去 能回来真好 哎 阿芷呢 竹子在书房呢 我去找阿芷 哎 这么着急做什么呀 竹子还能跑了不成 还未靠近书房的院落 便听得里头风声呼啸阵阵 细眼婉微微一愣 急而失笑 莫不是他家阿芷 嫌疾无聊 在跟别人切磋 奉妻指的确是在与人打斗不假 可是那人却是一个陌生人 你输了 那又如何 焦叔凶手 我不追究你 杀害月三的凶手 你以为自己包庇得了吗 别忘了 同门之中最大的机位是什么 燕一摇 你的脑子丢了是吗 本座已经说过了 人是本座杀的 有本事 便带本座回去复命 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从不卸用刀 可月三却是被一刀毙命 敲出来凶手 我便放了你 本座的人动的手 便等同于本座 月使大可取我的向上人头 回去交差 又何必这把磨磨唧唧的 磨得像个娘们 你 你明知道这件事 若传出去之后 你会如何 去偏偏这么做 奉妻指 你们的关系已经够恶化的了 你却这本无法无天 难不成 你是想要判出圣夷教吗 那又如何 那 我便在这天来临之前 取你性命 动我的男人 要看我答不答应 不知死活 阿芷 走 凤妻指 你居然也沦落到了 靠女人的份上 当真是耻辱 他话未说完 就见凤妻指的冰魄银丝已然出手 死死地缠上了他 砍向谢岩碗的长刀斩销 本座的女人 自然是要护着本座 他的声音轻慢 可是那手上的动作 却是格外的凌厉 朝朝朝着燕一摇的要害处打去 见凤妻指动了真怒 燕一摇吃了一声 一柄长刀斩销 虎虎生风 他放开纠缠谢岩碗 转而跟凤妻指打在了一起 本座念你过往之事 今日就放你一命 滚 就算你放了我 血三之事 我也不会就此罢休的 这一次 凤妻指却镜子掠过他 一把将谢岩碗打横抱起 默然地朝着房间内走去 凤妻指 我给你三日 说你再无交代 那便只能回去家了 随你 张嘴 下次继续逞能 我是为了救你 方才你本人拿刀架着脖子 若是我不出手 他真砍下去怎么办啊 他不敢 见凤妻指眼眸里的怒火油软化的迹象 谢岩碗越发地将内委屈 做到了极致 可是我怕 阿智 我只有你 说是你出事了 我怎么办 你不能不负责任 你招惹了我 却又让我担惊说怕 况且你是我的男人 我保护自己的男人又有什么错 你没错 是本座错了 傻丫头 我不该凶你的 成吗 那你说 我救你错了吗 没错 本座的小妖精 怎么会有错呢 阿智 我好疼 还疼吗 嗯 你若是不再凶我 那便不疼了 是可而止吧 不过才说了你一句 你便有十句话 还给本座是吗 那你去找那些 不定制的姑娘们去 你这没心肯的小丫头 不怕本座真的去找吗 你若敢去找女人 我便去找小乖 咱们一起看看 谁的头上献成青青草原 什么是青青草原 你大可试试 千苏爷 您大可试试 青青草原待不下 我就走天涯 还想走天涯 看来你的经历很旺盛啊 下一刻便接那杖子被扯落 夫妻子 你 本座无耻 是啊 你能如何 丫头 你去等着吧 这多一个月 本座定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无耻 阿芷 今日那人是谁啊 一个故人 你欲奔满我一辈子吗 圣医叫少主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重要吗 你既许诺我荣辱与共 却又对我百般隐瞒 阿芷 你可是信不过我 我本是圣医叫中人 入宫 也是为了培之势力 圣医叫内分工明确 有日月星辰四步 近日前来之人 名叫燕一瑶 乃是月部使者 而本座 则是臣部使者 那 他既为月部使者 又为何要来杀你 他并不是想要杀本座 数日前 月部下属月三 给陈以下了阴毒的药 导致二人起了冲突 其后 本座得知此事 便命陈甲 将月三斩杀 那圣医教内这么多人 为何要你进攻 日月星辰 各司其职 日为名 掌管酒楼 钱庄等明面生意 月为案 掌管赌场花楼等 勾当 兴有漫天之众 乃是圣医教的专属杀手 而臣部 则是主刺探情报等事物 本座乃臣部使者 你说 本座不去 谁去呢 阿芝 这么多年 吃了很多苦吧 傻丫头 主子 何事 月三乃是属下所杀 所以属下甘愿回教中领罪 怎么 本座看起来这么怂包 连自己的人都护不住 主子英明神武 自然可以 但是天山雪莲将开 属下 不愿您在此时 为了其他事情分心 况且 月始 又是个不择手段的 若是他拿不到人 在雪莲上做手脚 那属下 便追悔莫及了 那天山雪莲 三十年一开 花期只有三日 乃是凤妻指 解读最关键的要因 天山雪莲 跟本座的属下 哪个都不能少 没事就别在这碍眼 滚吧 是 属下告退 怎么 用完本座就想走 阿芝若是不先腿麻 那我便继续坐着 感受到怀中丫头 痴迷的目光 凤妻指唇角 缓缓地挑起一抹笑意来 本座脸上有花吗 梅华 但是有瘾 没胸没臊的小丫头 有臊有臊有阿芷的豆腐吃吗 豆腐 别是这个豆腐 她这动作一出 凤妻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她的身子鲜石一僵 既而若无其事地点头道 原来是这样 见凤妻指竟然反应这么平淡 吸引婉顿觉得无趣 窝在她的怀中 一双手不安分地在她胸前画着圈圈 可是这样 流氓 阿芝 何事 凝妄此事 可有劫法 你想救她 给本座一个理由 我觉得她是被冤枉的 就这样 不只是这样 阿芷 你可有想过以后吗 什么意思 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如今虽说是位高权重 可皇帝总会老的 新君也总会上位 届时 你陷下的权力 便是新君的眼中钉 太子跋扈 他若为新君 天下如何尚且不知 但我们肯定没有好下场 所以 我们能选择这人就只有宁王 只这一点便足以让我们保他 不是吗 是谁教你说这些话的 还需要旁人教吗 阿芝 我又不是三岁的孩童 还是有脑子的 好 本座应你